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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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声唯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经见闻得寿迟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请放着 今天我们是 赵论导读的第三堂课 今天是有一位新同学吗 是不是 你没有来过吗 赵论读过吗 翻了一下 没关系 我们前面两堂课 大概把整个赵论的结构 这本来龙去脉 然后它大概分成四篇文章 然后中本 前面有个中本论 然后还有个序 大概就目前我们现在所看到 通行本的赵论 大概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中间前面也介绍都过 大概我们要怎么样的一种心态去读赵论 就是说除了对这个 赵论它本身的义理要做疏解 那我想说我们这堂课叫导读 所以导读我们基本上面会把整个的 从头到尾每一篇都 因为我们有五个月时间 每一篇都把它读过一遍 书里在义理上面 那另外来讲的话 要对赵论要更深入的了解的话 可能我们要对 本就是 这个佛法传到中国的那个 传到中国的时候 那个刚开始的那段 魏晋南北朝的那段时候 我们所接触的佛法 尤其是波日学这一段 要做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它的背后的历史因素 因为刚好这个时代呢 是处于五胡乱华的时候 就是魏晋南北朝 那个时代非常的混乱 那我们一般人对 我们一般人对这段历史呢 都比较陌生 所以我大概会花蛮多的时间 在做背后面的背景的解释 我想说各位上我的课 之前我们在讲 三中心中的这个历史的时候 也大概作为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那我们现在开始 我们就以深造的 他的从出生到他的出生到死 然后后来到这个刘宋立国的 这段的时间的历史 我们有一个深造年谱 这深造年谱大概是取自理论深的 各位如果读过理论深的那本深造 他有 他有一个深造 他有一个年谱 就是以那个为主 但是我前面第一 第一个多家的一行 因为我想说把整个 概括于当时 整个佛教主要的 一个是中国的 中国法师 自己研读波尔经 说这个有所心得 然后他本身他建立的一个 一个一个中国的这个 这个佛法的一个基础 那另外来讲说 揪摩罗斯来华到长安 易经之后 那他所带出来的揪摩罗斯的地址 他的僧团 这中间 就是一个是长安的僧团 一个是庐山的僧团 是在当时 东进的时候 整个的这个佛法的中心 就是大概应该在这两部分 那当然这两部分的传承 因为有所不同 所以中间会 彼此之间会有一些的 就是互相的一个交流 尤其我们上次有讲过说 有一本 有一篇这个在《大藏经》 有一篇这个 有三卷的这个揪摩罗斯法师大义 我们叫大圣这个 就是揪摩罗斯法师大义是一支会员 收集了当时他跟揪摩罗斯法师的一些书信 集成了三篇的文章 里面大概提了18个问题 那18个问题跟比如说法身的问题 还有就是说修行的这个过程 然后罗汉跟菩萨中间的一个差异 他有着三卷 那这三卷的历史的资料 非常的重要 因为惠远的本身 惠远是道安的学生 那惠远本身呢 他是有兼学大小胜 他虽然他最后是以所谓的 我们现在在禁堵中的出主 但他本身他也接受过波罗学 他对波罗也有所了解 因为他的师父道安 他本身就是波罗系统的一支 就我们讲说六加七中 他讲就是本屋中的这个祖师 就是道安法师 所以他本身之间有所谓的 对这个大圣 尤其是波罗学的有所传承 而且他庐山 在庐山弘法的时候 也有小胜的经师 就是从西域来小胜经师 到他们去翻译过一些 跟这个阿比坛有关的这些经论 那所以中间他在看在阅读的时候 因为我们刚开始接触佛法 那小胜跟大胜之间有时候观念搞不清楚 他就刚好 他当然也知道旧莫罗斯的这个大名 所以旧莫罗斯来到长安之后 他就跟他书信枉然 所以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这个在历史上留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 值得我们去探讨 所以我们开始用深造年谱 我们就大概越南一遍了 那中间我会掺着一些 就是大陆所编的历史的地图 就是当时因为这个五湖乱华 那个时代 整个历史版图变化非常的大 那我们上一堂课的后面 有稍微介绍一下 五湖乱华的这个十六国 大概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但是他中间有先后次序 那就是在北魏之前 他前面他这个北方的世界 就是十六国在分裂 那南方因为这个东晋 就是东晋就是长安跟这个洛阳沦陷之后 那原来在北方的这个 这些氏族跟这些王公大臣 就退到了南方建业的这个地方 就是南京的这个地方 建立了这个东晋的这个政权 那东晋一般来讲这一百多年 是比较偏安而且比较稳定的 大概有四五次的北伐 其他大概都是比较偏安的 不像北方的十六国 常常变动 少则大概几年一年两年就灭掉了 那多的话来讲十几年二十年 也大概就没有了 那一直到北魏统一的北方 那北方才算是比较稳定 那就形成一个南北对视 那时候南方就开始宋清良城的南朝的一个系统 跟北方的北魏做一个这个对抗 那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 主要是在东晋 所以我们用 而且我想说 因为我们刚刚所提到背景 有两个僧团的背后 最主要就是一个道安会员 另外就是旧莫罗什跟申兆 我们虽然说以申兆年谱做背景 但是他的师父的传法跟他当有相当大的关系 我们说申兆是唯一既成 揪摩罗什波尔信空中观的这个理论的系统 虽然揪摩罗什它有很多的地址 它有这个 比如说五百个地址在硝烟园益金 但是他最主要所谓的十大地址 或者四胜八郡 四胜八郡十折 那这些的主要的这些人 他后来除了身兆之外 几几乎乎都跟这个旧莫罗什的 所谓的波尔宗观 思想是有点距离 这是因为我们上两次有在谈过 中国人比较对这个波尔信空 不是很了解 而且不太容易接受 所以讲到那个空的理论来讲的话 多多少少到最后 因为刚好在那个时候的整个的法华 跟涅槃学也传到中国 而且尤其是涅槃 涅槃造成的所有这个 几乎所有的当时 魏京南北超系统 都认为那个是佛说的一个最后的经典 以那个为依规 所以整个的 整个的那个系统 变成 产生了这个改变 而且走向了我们中国的一个系统 就是比较走向这个 珍藏唯心 那个涅槃的这个 如来藏或者佛性的这个思想 造成了这样子一个后果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身兆的年谱 那第一个是我加上去的 因为我们先看第一个地图 这个有点慢 对不起 我把它加大一点 五湖乱华开始的第一个阶段 他有所谓的就因为这个匈奴人 刘渊刘耀灭了这个西晋 就是发生所谓永家之乱 这个灭了这个这个在这个西晋的首都 也就是洛阳 那后来呢 部分的这个王公氏族就移到长安去 但是长安接着大概在建兴四年的时候 也被灭掉中间大概四五年左右 所以在西在这个西元三百三百一十七年 一十六年一十七年左右 北方就失线了 那所有的市值全部都跑到南方来 我们那时候说有大概 北方的有八分之一的人口 全部这个集体南迁了 迁到了这个南方建立了这个东晋的这个政权 那北方变成怎样呢 北方匈奴人所建立的政权 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 没关系 北方匈奴人所建立的政权 这个 不是我说声音 我本来想有个麦克风 这就有所谓前照后照 各位看这是前照后照 这是大陆的历史地图 那开始是前照 那前照就是匈奴人刘渊 刘耀他们建立的这个系统 但是呢他后来他原来是叫汉 但是后来就改名叫前照 因为这个地方在北方 也就是在春秋战国的时候 赵国的大概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们就称为赵 那没有多久呢 十乐十虎 十乐十虎 他们不是亲生父子 那是羊子 十虎是羊子 就建立了这个后照的这个政权 那这时候前照跟后照是在北方 就是同时存在的 他不是这个灭了之后才有这个 前照跟后照 那后照怎么样重要呢 因为那个时候佛图城就来到了长安 佛图城就是一个非常 我们在这个佛教史上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 这个他有神通嘛 然后他有一些小盛的经典 他那个时候就是在因十乐之情 就在后照做他的一个国师 那我们在那个释说心语里面 也看到很多这个十乐 在读这个 就是读这个曹操的三国的历史的时候 他发表了一些议论 那然后他跟那个 就罗浮城 这个 这个 就中间 就是他是私事他嘛 那十乐他的羊子呢 十虎继位之后 就后照的政权 在当时算是非常的一个庞大 那这个时候造这个道安 也就在这个时候 他私事这个佛图城 来到了这个北方 这是刚开始 那个时候道安大概只有二十几岁 那所以有 开始有这个前汉前照跟后照的政权 但是这个时间维系没有多久 这个北方就乱了 北方乱了 就是十虎后来结束之后呢 这个 这个前照后照就 就相近人亡 那这个时候道安 就来到了太行商一带传法 那那个时候就 他的有一个地址就非常有名的 惠远 这个时候就跟着罗浮城 跟着道安在学法 就在在长安的地方 大概是这样子 那后来道安呢 那就是道安的第一个时代 后来道安呢就 等一下 后来道安到了 到了南方 到了南方 然后东晋 然后后来主要是在襄阳 这个地方 那到后来一个朝代 也就是说前秦福间的时候 就派军队打襄阳 把这个道安 掳到 不是掳啦 就是请到了这个长安 易经 所以道安晚年是在长安易经 他死在长安 这个是道安大概他的一个生平的一个历史 就他早在早期这时候跟佛都成 后来有到南方 然后在这个襄阳 那然后这个前秦福间 他的兵呢就把这个道安 还有一个洗澡池 我们知道有一个另外一个很有名的洗澡池 就我前面之前有讲 他是写过这个汉 汉这个三国的一个历史 叫做汉楚春秋吧 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历史学家 那大概道安是在这个时候 那道安 那时候会员跟道安分开了 那时候会员就在庐山开始弘法 所以他建立了这个白年社 大概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所以在第二个来讲的话 就是在公元344年 这个之后 揪摩罗什生于秋迟这个地方 所以揪摩罗什是在这之后出来的 那然后他早期水母出家 这个很小的时候水母出家 然后开始是学阿彼坛的 彼坛学的这个小乘的这个佛法 那到了公元352年 抵人福建 这个就是我们讲五胡乱华 这个匈奴仙碑抵 结跟这个枪抵结 那抵人这个福建 福建 福建是福建的他的他的 福建是福建的父亲吧 他就去了关中长安一带 那个就是前秦 这是我们刚才讲说 但是他的儿子福建呢 这个席的长安 所以道安是在这之后 进到了这个关中 那揪摩罗什呢 他曾经到印度 北方的祭兵 学习中阿涵 长阿涵 跟争议阿涵的阿涵经典 那在东晋墓地十年 甲营就是在354年呢 这个东晋英号北伐 我们说过这个东晋大概有四五次 四个人北伐 大概有五六次 那早期呢有所谓的祖地 祖地 我们小时候在读那个小学课本里面 祖地文基奇武的故事嘛 那祖地 那那个是很很短的一段时候 然后第二个就是殷浩 然后在下面呢就是环温北伐 那最后呢就是灭掉了东晋的 就是这个东晋散让给那个 刘宋的那个第一代的这个刘裕 刘裕他北伐了两次 所以他曾经达到长安 灭掉了后勤 那是刘裕那是后面的事情 那环温帅师公前秦 他那个时候大概打到了洛阳 没有打到长安 洛阳跟这个 跟北方的这个大败前秦的太子 福长 福长 福长五万大军 然后之霸水 这个已经打到直指长安 但是没有打到长安 那福建就是派使跟这个东晋义和 这个环温退兵 那道安这个时候在太航山 跟我们刚刚有讲过这段历史 在太航山他的传法 这个时候慧远出家 是这个施 就是拜道安为师 那在355年后一年 福建就死掉了 他的儿子福坚就成立就是 历经图治 福坚我们讲说 他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枭雄 他少读这个儒家的经典 所以他本身他是 是一个非常 并不是像我们讲北方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五湖是很凶残的 他是非常仁慈的 比如说他把这个 把人家灭掉 把国家灭掉之后 他只把他的王公大臣 迁到了长安 然后看守 而且 这个子孙呢 就祭祀他 然后封绝 并没有杀害这些人 所以他的版图 他几乎后来到福建 在匪水之战之前呢 几乎北方都几乎经过他的统一 所以他是个非常枭雄 然后他是用王猛 用汉人王猛为相 用儒家去治理 这个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北方的这个 五湖的一个 一个 一个君主 那东京墓年 墓地十一年 三百五十五年 福建史 福建历重我们刚刚已经讲过 精力图治 那揪摩罗斯这个时候从印度呢 就回到了秋迟 然后开始接触了这个 这个时候 他是在刹车的地方 有个刹车王子 我们在介绍历史的时候 就是在南疆的这一段 南疆的这个地方呢 就开始接触了 刹车王子 就叫他大盛的经典 这时候接触了中论百论 跟伯尔瑞的经典 那到了这个三百六十三年 揪摩罗斯在王公授戒 习十送律 东径废利五年 耕武三百七十年 福建灭掉了前燕慕隆寺 然后是叶都 叶都是在河南河北的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东这个 这个后造的这个国都 然后他就是将他的这个 你看他把这个慕容宴 前燕的这个慕容宴 他签了四万户 签到长安来 然后 然后关东的豪墙 集租以后十五万户 全部都集到关东 长安的这个地方 那这个时候的 北方的版图是怎样呢 这是前情 开始前情该创始的时候 大概就 这个并没有 并没有 并没有 还没有统一天下 还没有统一北方 他跟旁边 他有几个墙龄 一个是前燕 刚刚我们讲说 他后来灭掉他 然后牵他的豪墙 在这个关中 也就是在长安的地方 那另外 前良 前良是以前 这个汉朝镇守 这个梁州的一个将领的后代 叫做张俊 我们在读那个表上面 有曾经提过 这个前良 就是首都带在孤藏 就是现在那个甘肃武威的地方 那后来他把这两个地方都灭掉 然后这两个左右这两个强权 是当时跟千金是同时存在的 那后来他灭掉了前燕跟前良 然后就变成统一了北方 当然统一了北方 后来北水之战之后 福建大败 福建大败之后 到了北方开始分裂 所以当初他把他迁到长安的这些 又开始叛他 所谓慕隆 就是这个前燕的后代 又成立了后汉 后燕 所以你看湖十六国里面 大概有五个国家是在梁州建立的 前良后良 前良后良 西良 南良跟北良 那燕也有四个 前燕后燕 南燕北燕 然后停了也有大概有三个 这个大概是这样状况 但是在这段时间大概是 那南方来讲的话 南方还是东进没有变 那我们再继续看 370年福建灭前燕慕隆寺 之夜都王公摆 这个我们刚刚也讲过 然后到372年 简文帝的时候 福建前史送佛像到高利 就是韩国高利的地方 那到东晋孝武帝 林康元年 373年 就是在匪水之战的前十年的时候 福建 就是福建取暑 就是四川的地方 灭了前良 占领了黄河流域 及长江上游的广大浮原 那江北一带全部入到 前秦的这个版图里面 那东晋的全城呢 还温这个时候死掉了 这个时候我们知道 历史上一个有名的 这个东晋的大臣就是谢安 就是打匪水之战的这个 这个人呢 他开始辅政 但是在这个时候 还是在匪水之战之前 那东晋孝武帝林康二年 在374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日本人 我们之前讲说 日本人在推算深造的年谱的时候 他认为深造不是31岁时 应该没有这么年轻 因为以深造的年龄 他不该 不太可能在 没有弱贯的时候 就闻名长安 然后有一个人 跑到孤藏去 失事这个九母螺池 认为是不可能 所以这个总本 善隆 就是他写的 造论研究这本书的 就是从民国 就是大概1955年 第一个在研究造论的 这个日本人呢 他写了很多 对历史上的考据 他就认为深造 是应该是造十年生的 因为我们上次有讲 一个是三十 一个是四十 这个中间有三痕 这个不太有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 这个三十四十 有这个字 他认为这是误写的 这个四十 这个是三十 这个是 这个是 他认为深造是应该是 早十年的 那然后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 379年 福建 攻陷了这个襄阳 然后 长安 跟西早池 他说得了一个半人嘛 就是长 这个是长安 这个 道安是一个人嘛 然后西早池半个人 然后迁到长安 这个时候他就建立了这个 第一个在北方去 郁经跟整理佛经的一个地方 所以道安你看他整理了中国的这个 第一个去把一些佛经 就是从西域翻来的佛经经过他的整理 然后哪些是可疑的 那个时候已经有遗经 有些可疑的经典 他就把它去掉 哪些是比较 就是真正比较有确信的 所以道安他这个人非常的严谨 他的个性非常的严谨 他就第一个做了这个经典的一个整理 到太原八年 这是我们大家历史上最有名的北水之战 383年 383年之前 你看这个时候前景 北方 北方全部几乎 几乎都被他 是他的势力 你看这个襄阳这边也被攻过来 那东晋 东晋只有 只有在南方这一小块的地方 那主要是 这边是扬州 扬州以前的扬州是很大一块 是州 以前是州郡 州郡县汉朝所留下来的 他州是属于这个 这个江苏江这一带 全部都叫扬州 那另外一个是湖北京湘这一带 京州 所谓京阳两个地方是最附属的地方 是东晋所站立的 在江州的这个地方 这个 那 北方 这个福建 号称有所谓八十万大军 那 这个谢安 谢玄 谢时 他们所守的南方的这个 这个 主要是靠 镇江所这个 所囤积的这个北府兵 大概只有八万人 后来这八万人打败了 北方的这个八十万大军 这历史上最有名的匪水之战 是这个时候 那整个 这个会造成了整个的 历史上面整个版图的一个改变 北方又开始大乱 我们讲说后来这个 燕国 复国 然后呢 前这个 前秦呢 就变成后秦 后秦有福长跟 后来的这个 姚长跟姚兴 就建立了后秦的政权 那我们主要要讲这个 深造的这段历史 就是在姚兴的那个时代的后秦 在那几十年稍微比较安定的 虽然他四周还是很多强敌 但是是比较属于比较安定的时候 所以在罗什法师在长安易经 跟他的几个弟子 大概是在这个时候 那在飞水之战之前 福建 因为道安曾经提过 跟这个福建提过提议过 说金沃罗什这个很有名的 这个在求持 你应该要去把它迎过来 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传承 都是经过二手资料 三手资料 不太准确 所以他是希望更精确的去翻译 或者这个研读 从西域来 尤其是从印度来的这些佛经 他就这个时候福建 听他的话 就派了吕光 他的大将吕光去征讨求持 然后要赢修摩洛斯来东来 那但是赢了一半的时候 不到还没有回来之前 飞水大战已经结束了 北方大乱 然后过了两年这个千金就灭掉了 所以那个时候 他就没有回到了长安 他直接在梁州就建立了后梁的政权 后梁是他建立的 那福建大举清静 匪水一役为东晋谢玄谢石所大拜 这个 然后 这个时候福建拜了之后 他回之洛阳 然后再返长安 大概不到一两年就死了 所以大概在公元385年 两年之后就死掉了 到384年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们正式在高僧传里面 所提到的生兆生于长安 他是经兆人姓张 他是 这我们之前有介绍过 他是生了长安 那铝光 我们刚刚讲说铝光破了囚痴 然后拂过了这个揪摩罗池 揪摩罗池 那 因为飞水之战 福建战败 然后智力的大梁天王 这就是所谓的 这个 后梁的政权 然后都孤藏 就是五威 那罗池就留在了孤藏 不能来长安 那他在中间 大概有差不多将近十年左右 这个时候他有这个 这个 这个学习汉语 所以到长安的时候 他就蛮能够 这个接受 这个 能够把融合这个 这个 这个天 印度跟这个 汉人的这个文化 然后重新译经 所以你看 跟旧摩罗斯翻译的经典 他都是通知译解 他并不是逐字去翻译 是非常的厉害 那到了这个 385年 你看我们讲说过两年 过两年 非得三年 过两年 姚长就是建立了这个后 后勤的这个帝国的这个 这个君主呢 就杀掉了福建 杀掉了福建 攻取长安 自身为帝 然后史称后勤 在385年 那同时间 道安 他死于长安 年74岁 所以 道安的年龄 道安的这个身足年龄 大概是在 永家之乱之后 他生出来的 然后一直到 匪水之战后的两年 然后道安死掉 所以他整个的 他整个的生平的历史 也非常的传奇 那非常 对中国来讲 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 不但是整理这个经典 而且是《易经》 请人翻译 那祖佛念 从前秦到后秦 在长安《易经》 这时候译出了所谓 菩萨因若经 石柱断结经 这个大概就是跟 石柱经 跟那个后来的华言 有关系的 早期的经典 那东晋孝武帝太元16年 391年 申且提婆 申且提婆 申且提婆是祭兵的 一个小盛的易经师 非常的有名 请坐 申且提婆 应这个慧远之请 在庐山译出了阿比特 在谈新论 然后前往建业 就是健康南京 溢出了真一阿韩经 和中阿韩经 那我们知道 在这段历史里面 申且提婆 对整个尤其是对会员 的一个生团影响非常大 那当初 这个应该申造 跟申造应该也有所接触 道生有所接触 道生应该在那个时候 在也有一段时间在庐山 所以那个时候 他跟申 也接受了这个申且提婆的 这个的一些小盛的这些经典 那到了393年 这个时候就是在日本人推测 这个日本人兼野浅荣 他推测 申造大概是20 20岁左右 年级若冠 那时候在长安 与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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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变关中 然后声名大噪 所以在还没有 拜 舅摩罗斯为师之前 他在关中 已经非常有名了 姚禅族 姚心立 大概也在这时候 那之后呢 申造就到了 到了这个 到了这个 武威这个地方 然后去直接一个人跑到 跑到 孤藏 去去找 罗斯 然后拜他为师 然后罗斯 迎到长安的时候呢 他就跟着罗斯 一起回到长安 东晋校武帝太原21年 395年 刘一鸣 就是我们在 读兆论里面 这个非常 非常重要的一个 他跟刘一鸣书 就是 对般若的问题 跟声兆提出 他读了这个 《波日吴之论》之后 他提出了一个请教 那 跟他这个书信往返 刘一鸣这个时候 进入了庐山 十八贤的这个首领 那 随惠远 隐居起来 到398年 日本人 这个奸业浅荣 推测 深造出长安 副孤造 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 就是到了这个 武威的地方 然后失事 那399年 法险出长安 往天主求法 这个时候 法险我们知道 他最终 他带回来一个重要 也就是涅槃经的 这个早期版本 有六卷的涅槃 泥环经 那道生就是看这六卷的 泥环经 因为上面讲说 一禅题不能成佛 然后提出一意 引起了后面道生的 这一段故事 深宫这个 丸子点头 那一段故事 那我们今天他不是主角 我们就把他掠过 但是法险出长安 取天主求法 他是从陆路去的 然后从海陆回来的 那东晋安地 隆安五年 401年 这个时候很重要就是 纠摩罗斯来到了长安 为什么会来长安呢 因为我们讲说后梁 后梁 这个呂光死了之后 他的子弟 呂龙 他降了 他降了后 这个后勤 为什么降呢 因为那个时候受到了 一些其他的压迫 其他旁边的邻国的压迫 要打后梁 所以他那个时候 自己没有办法去支撑 所以他就自己请降 到后勤请降 那正好顺便 就从姑丈 迎回了纠摩罗斯到长安 在逍遥园 从事疫经事业 有五百余人 跟着他去疫经 成立了这个中国 一个非常大的 建立这个疫经的一个体系 那孙兆当 也在这时候 随他回到长安 然后隔一年 402年 鞠摩罗斯在长安 开始翻译大小神经论 那生肇 生荣 生锐 道森 注意 这四个人呢 就是所谓的 他的四圣 底下的四大弟子 四大弟子 那比较有名的 除了生肇之外 我们看 道森 非常有名 他道森 第一个叛逆 涅槃盛 所以他认为说 对波尔空 他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 所以他第一个离开的 他第一个离开长安 而且 就带了生肇的这个波尔乌之论 到了庐山 然后这篇文章呢 就被刘怡民跟慧远读到 然后刘怡民就写书 他对那个其中的文艺有点不太理解 就提出三个问题 问生肇 然后后来生肇回答 所以我们生肇的波尔 在波尔乌兆论 这个波尔乌之论后面呢 就有这一段的故事 大概缘起大概是这样子 那另外来讲的话 森瑞 森瑞也是非常有名 我们之前有介绍 森瑞是比较老 他早期在二十几岁之后 他有曾经随着道安在长安易经 所以当他第二次来到长 第二次就是说 当舅摩洛斯来到长安之后 他当然就是继承了这个 这个《易经》的一个主角 所以在他四大地址里面 在他所有地址里面 森瑞罗斯最相信森瑞 所以你去看所有森瑞罗斯翻译的经典 波尔经也好 中观 中论 百论也好 几乎都有森瑞的写的序 因为他的文章也写得非常的好 只是可惜是说 他的 他自己没有什么很有名的 没有什么著作流的后世 不像森兆有这篇兆论 所以我们不太能了解 只是说从他的一个 一些其他的这个初三藏忌集的一些 就是有引用他的这个话说 直到森瑞开始的时候 当时学波尔跟这个中观 但是后来他会走到法华这套系统 他认为法华是本 波尔是末 所以这变成整个他的思想也改变 跟罗斯系统也不太一样 那甚至他有讲说 涅槃假 他说涅槃 就是假如罗斯法师 当初有接受这个 北梁所译出的涅槃经的话 他应该也相信了 那个涅槃的这个 这个这个理论 但是可惜他是完 他他死的时候涅槃 涅槃经 大波涅槃经还没有翻译出来 所以他如果他翻译出来的话 罗斯一定会相信他 所以这个森瑞 大概扮演这样的角色 那森荣 他历史上比较有名的 就是说 这个从斯蒂南凯来 斯蒂南凯来一个这个 婆罗门的这个高僧 辩论辩书他 我不晓得我看到 就只有这一段历史 其他的话比较比较少 这是属于他整个四大地址 那一场就设在逍遥园 逍遥园草堂寺 好像一个是在北一个在南 就是在今天我们到西安 去看他的这个历史成绩的时候 各位可能都可以去去参观一下 然后开始这个翻译 彌陀诗诗译等经 这个大概 到403年 四百年就是隔了两年 纠摩罗池翻译的《抹荷波罗经》 这个时候他重新再翻译 这个大品波罗 大品波罗 后来有小品波罗 都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 重新译 因为我们知道前面之前 从汉朝支柔加秤 支柔加秤 支柔加秤 还有之后有小品波罗 有大品波罗 有放光波罗 那个都是属于前到西晋 到西晋所翻译的 大概都是用一些玄学 就是用一些隔翼的理论去翻译的 所以那个无解释去空 就是在那个时候都是用中国道家思想去解释波罗经 那第一个就是他比较精准的去翻译波罗经 所以他也重新翻译的 当然到玄章 他是整个再重新六百选 那个是更伟大 但虽然伟大庞大 那中间我觉得砸了很多东西 所以各位如果真正读中观波罗有关的话 还是要读波罗的这个 就是那个大品波罗 大制度论 就是依这个大品波罗经去解释的论 就是这个农术就是依这本的大品波罗去解释 那慧远从庐山就写信 开始写信跟罗诗 然后开始往返书信讨论 所以大臣大义章 或者我们叫做 纠摩罗斯法师大义 这个在《大章经》里面有这篇文章三卷 提出了18个问题 大概这个东西 他那个东西写的非常的详细 非常的细密 这跟修行有关的 等一下我们如果有时间 我们应该会提到 那到了404年 揪摩罗斯出《摩合波罗密经》 这个字好像写错 这个字是波波罗密经 这变成笔 校正完成 百论溢出 深造在所谓的这个三论 就是中论百论十二门论 他唯一写序的只有百论 就是提佛写的百论 提佛的百论 他也写序 405年 修摩罗斯溢出了大致独论 龙树的大致独论 那这个时候深造 这个时候写了他第一篇文章 非常重要的 而且我们说经典中的经典 就是波罗吴之论 波罗吴之论 然后道生再拿这篇 波罗吴之论 到了序山 然后引起了这个波罗吴之论 这个刘一鸣之间的一个对话 那到了406年 这个修摩罗斯 译妙法年华经 尾摩结经 陈石论 然后至逍遥言 侵入了这个长安的大事 那修摩罗斯溢出了反挽经 但是学者 他并不是这个不是他的 不是他意的 深造作反挽经绪 但是学者也有在怀疑 这个字 李润森的那个 李润森的那个年谱 各位看到后面有一篇年谱 这个我大部分 除了第一个我加上去 其他的按照他的 那到了173年 407年 这个 这个年代 你看这个他是用东晋的年代 那当然是 在 在这个姚秦人的话 都是悬死悬死几年 悬死几年 悬死几年 但是他的主轴 这个是用东晋的年后去 去去为主 所以最标准的 当我们看后面的西元 那到了407年 竹道森 我们就说他第一个离开了 长安的僧团 然后他前往庐山 以僧造作的这个波尔吴斯顿 给刘宜明看 其实他应该是给会员 刘宜明看 金赏不倚 然后他说不倚这个方袍 然后也有这个 这个 那句话我们上次有讲 那 然后与会员 与会员 批阅 就是其实是刘一鸣跟会员 都看过 但是是刘一鸣回答 那就是刘 这个会员请刘一鸣回答 那应该是多多少少那篇文章 也有代表会员的意思 就大概都是他们两人之间的 或者是庐山生团的这个主要的意思 提出波尔吴斯顿的一些疑议 那三个问题 那这个时候申造作 但是他们书信往来很慢了 大概要半年之后才收到 所以他中间等到这个申造回答他的时候 那那个刘一鸣已经死掉了 所以他也没有接到后面的文章了 所以没有再继续下去了 那申造作这个尾摩结晶序 住尾摩结晶 这个是他住的 没有错 而且非常的 在所有的尾摩结晶序里面 也是非常有名的 因为 所有的我们讲说 所有的这个尾摩晶的思想 其实就是一个波尔中观的思想 它就是波尔的思想 他是用中观的理论去解释的 所以这本 在谈我现在不知道有没有看 以前早期我有 在民国六十几年 我有一本他的这本著 有 有吗 这本著可以各位去看一下 但是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八卷 一个是十卷 还有不太一样 还有就是有集合本 所以集合本就是所谓关中的 包含有其他的这个的人 森瑞其他的注解也都在里面 那408年 这个波尔他开始 他先放大品 然后后翻译小品波尔经 这个十卷的 我们可以楼上好像有 楼上三楼好像有 大品可能要去请 小品有 那十二门论 也是龙处写的十二门论 那庐山刘一鸣自长安深造 然后讨论波尔乌兹论的意义 这个我们在这个波尔乌兹论 后面的副篇里面 有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中间你可以看到说 对波尔不太清楚的地方 无知无所不知 那他就是 他这个刘一鸣的 我觉得中间可能涉及到 因为在庐山僧团 接受僧邪提搏 这种小慎的禅法 的一种观念之后 对这种禅 对这种禅观的解释不一样 波尔禅观跟小慎禅观不一样 这个我们等一下 有时间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这是非常精彩在那段时候 那409年 纠摩罗斯译出了中论 这是最重要的中论在的时候 对不起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图 我们就看到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的后勤的版图 这个时候北方又开始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分裂 东径还是大概没有怎么变 北方你看 这个时候后勤的版图 就稍微比较缩小了 后勤在这个地方 躺安 那他的北方有个匈奴人 这个赫年勃勃建议的夏 后来这个后勤 被那个刘豫 这个刘豫打败了后勤 然后 这个刘豫因为他本身他急着 要做皇帝 他就赶快急着南返 然后南返回这个建康 然后派他的儿子 在镇守在这地方 但是没有多久被这个 下了后年赫年勃勃就进攻长安 灭了就是把他赶走 然后被夏占领了 那最后下也被北魏灭掉 你看这边有很多政权 南梁北梁 南燕 这个大概是在山东半岛这一带 然后原来还有个北燕 那北魏大概是在这个地方 原来是在这个地方 那后来北魏的势力整个扩张 然后北方被这个所有包含后勤啊 后勤是被下灭掉 然后这个北魏呢 又把其他东西残局收拾 那梁州这个时候有南梁北梁 北梁应该是非常最后才灭掉的 那北梁有名的地方就是 这个谭吾称翻译的大涅槃经 但是之后在隔了若干年之后 才传到南方 然后才有南义本的大波涅槃经 那这段时间刚好 罗斯已经死掉了 那申兆也不在 那申瑞应该是在 申瑞应该是在这中间 就是在 在那个 我们讲刚刚六点离环经 跟这个南本的大波勒经中间死掉的 所以申兆有接触 申瑞有接触到一点 所以他提出一意说 如果罗斯法师 如果接触到大波勒经中 他也会相信这个佛性是真实的东西 因为你在罗斯法师里面 他对佛性的解释都是避开这个问题 不太去 因为在中关波勒在讲 这个佛他信空的东西 所以他不太去解释那个石友的那个东西 好 这个大概是这个时候的版图 好的 我们继续下面看 中任大概在409年翻译 那申兆答留意名书 这个时候就是隔一年了 这个时候申兆就 刚刚他提出三个问题 他在答留意名书 在这本兆论的后面 中这个波勒乌兹论的后面的 也有附这篇的文章 就回答那三个问题 解说波勒乌兹的意义 那有一说呢 说揪摩罗斯在这一年 死于长安 但是这个不是准确的 所以我们今天看古人的这个身族年龄 他没有很详细的记载 那有的因为发生了一些历史事件 他不要记载起来 但有些没有的时候 他就把他忽略过去 那真正在这个高僧传里面 说他死应该是在413年 后面有讲到 他70岁在长安死在长安 那之后409年之后呢 申兆就开始做前面两 我们现在看了前面两部论 一个是不真空论 第二篇论 跟第一篇的物不前论 先写这个不真空论 那第二个再写物不前论 一个是讲俗地 一个讲真地 这是后来的人这样讲 但其实他真俗中间是不 没有很明显的一个界限 那刘怡明这个时候就死了 所以后面他没有 刘怡明没有看到他的回心 那这个东西当后面他也没有看到 但是不真空论跟物不前论 那应该是在罗斯法师死之前就出来了 所以基本上罗斯法师应该有看到 因为申兆都有把他的文章拿给他的老师看 基本上面他有允可 所以我们今天要去读兆论 基本上面都是有罗斯法师加持 应该这个东西对宗关波罗解释 应该是比较没有插当 那412年法显回国 然后写了佛国记 之后佛陀伐陀罗就把他带回来的六卷罹患经 翻译成这个涅槃经 这个出本的六卷的涅槃经 然后道生看到之后就引起了后面 那个一禅题的问题 那413年 朱摩尔时在长安 两年七十岁 佛陀耶瑟以足福列印出了长阿汗经 这个是在建康 就是在南京印出来 那申兆为 申兆也有帮长阿汗经 所以他写两个序的 一个是长阿汗经 一个是百论 他帮这个 帮这个长安经写序 应该是在 没有 这应该是在长安议的 那秦主姚兴答安城侯姚从书 就是我们最后一篇的涅槃无名论 这个字 为什么这篇文章的心情呢 就在这个地方产生的 就是安城侯姚从是姚兴的弟弟 那对佛法也有研究 他是带兵统降的 然后姚兴就跟姚 姚从两个人讨论的佛法 涅槃 讲这个有没有真的佛 有没有真的圣人 这个产生了一些问题 因为这个 以波尔的观念来讲 这个圣人无知嘛 所以他就产生了一些疑议 若无圣人 如果没有圣人的话 怎么会有这些 怎么会产生 这个是姚兴所提出来的 那有关涅槃无名的问题 由此处发 由此处发 然后他就 因为彼此讨论之后 这个姚兴就把他的文 跟讨论这些书信拿给申兆看 那请申兆去评点 那申兆就借这个原由 写了涅槃无名论 然后就表上情主 所以涅槃无名论 他分成两部分 前面是表上情主书 后面一部分就是回答的九则十页 对涅槃的无名的这个系统 建立了他的认为对涅槃的一个解释 然后请 那这个姚兴看了 姚兴看了很高兴 就赤令散血 然后传给他的其他的弟子 或一些有学的这个子子们看 那由朱莫尔什 由朱莫尔什 由朱莫尔什研集 涅槃这个申兆曾经做过朱莫尔什法师 就是他记文 但是有人说这个不是真的 不是他写的 到414年呢 你看没有几年 生到就死在长安 年龄31岁 那依照日本人的这个 总本善农的想法 就多十年了 他374就变41岁 这两个看法的差异 416年 慧远 你看这几年就这些大事都死掉了 慧远就死 你看他隔两年之后 慧远就死在庐山的东宁寺 享年83岁 我这些年龄都比慧 所以生到很可惜 31岁 那后勤 姚欣也在这个时候 也死了 然後他的儿子姚洪继位 417年 东晋流域 就是 东晋 他这个时候是太尉 还并不是 还没有串 还没有串东晋之前 他是太尉 他就带兵北伐 他两次北伐 一次把那个后院灭掉 那第二次呢 就灭了这个后勤 率军北伐达到长安 至盆城西境 这个山东盆城 然后直取长安 灭掉了后勤 明星大快 因为北方的长安的人 当这个 丹石忽将以淫亡师 希望他驻守 这个 因为本来就是应该是 这个 汉人的天下嘛 希望他回到长安建立政权 但是我们讲说 因为他考虑到 他的整个继承权 发生动摇 因为他的 他留守到南方的一个军师 就是负责掌控 整个整个 整个的这个 制裁的这个 的一个重臣的死掉 所以他不得不回到南方 那隔不到两年 三年 隔到两年 419年 他就串了东晋 你看419年 就串了东晋 开始南北朝正式的 宋吉良城的 第一个王朝 宋 刘毅 他是第一个宋武帝 所以他并没有留在北方 他是把他儿子 刘毅臻留在北方 但是刘毅臻也不争气了 一下就被那个 刚刚贺年伯伯给打败 那418年 这个法险溢出 大波离环境六卷 这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就是 道生看到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所谓一禅题的 就是在这之后发生的 那刘毅回到南方 就被拜为相国 这时候北方呢 大乱 下主赫年勃勃 追讨刘毅臻 攻陷了长安称帝 那南方呢 这个时候刘毅 毒杀了晋安帝 东晋安帝 另外立了囊邪王 司马德文为帝 那就是最后一个皇帝了 当然就是没有隔年之后 干脆让他善让 善让 他们都叫善让 就是皇位让给他 但是事实上 被他堵死了 所以那个时候善让 也不是真正的让 大概 我们今天介绍大概 神兆的 神兆的 他的生平 大概就是这样子 当这个 这个主轴上 我希望各位看到 这个我希望要说 一个是罗石跟神兆 这个师徒 还有一个道安跟会员的师徒 这个是在当时 中国佛教史的一个 两个重要的一个主轴 一个是庐山僧团 一个是长安僧团 所建立的一个佛法的系统 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们休息十分钟 下节课我们再继续下去 对整个的般若的禅法 提出一些讨论 除了他主要理论 我们今天议理之外 他可能有所谓的般若禅法 我们来探讨一下 我们上一堂课 不是 我们上一节课 就是去上 不是上一堂 上一节课 曾经有提过 这个玄学跟 玄学跟佛法之间的关系 我们曾经引过这句话 上面第一句话 《易经》上面的 《易经》的《细时传》 《易经》《细时传》 《易经》《细时传》是一个佛 这个儒家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的 他据说是孔子写十亿 写这个东西 他把它义理化 把它义理 原来是算命扑挂的 把它写成义理 那里面有几个思想的概念提出来 这个时候影响整个中国儒家系统 一直到宋明里 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概念 我们从这些地方引发 跟深造的这个波罗乌之论 做一个互相的交流 因为我们这样跟你讲说 道家 不是 当道家 虽然这个魏晋玄学 主要是以道家老庄的思想为主 但是事实上在中国 如果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来看 卢家才占了非常重要的系统 尤其后来宋明里学 经过这个佛法跟禅宗的这个洗念之后 所建立的这个卢家的这个系统 尤其到宋明里学 各位可以看到 那个整个思想 它就不是在早期的一个 把这个道德当作一个外在的一个东西 那《易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典 所以《易》的本体叫《易无师也无为也》 它本身是不动的 既然不动 敢而最通天下故 非天下之至身受能于此 各位你看等一下看照顿 看有什么很相似的这个地方 第十章 另外第二个就是 范为天地之化而不过 取成万物而不宜 通乎昼夜之道而知 故神无方而亦无体 就是它的应用之变 神无方 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方向 但它没有体 它也是没有体的 第十章 那还有一个就是 《易阴阳未知道》 既之者善也也成之者信也 那我们上次在讲说 不管是儒家也好 道家也好 哪怕是道家讲的无 它还是有一个本体在 所以《易阴阳未知道》 这个是儒家的一个所奉为归孽的 就是六经的一个主要的东西 《易阳一万未知》 既之者善也成之甚也 它已经把道的一个核心的东西 它把它是善是性 它本身已经是这个本体 它的性是什么 就是它既之者善成之者信 那仁者见之未知人 知者见之未知知百兄日用之而不知 君子之道嫌也 然后主要就是显诸人常诸用 所以它的本体呢 它是一个人的一个表现 人的表现是有所作用的 而且是有道德良知的那个田 所以它本身的那个道 它不是一个这个无知的 不是一个那个跟那个道家 是不太一样的 显诸人常诸用无万物 而不与圣人同优 因为天地万物 它是没有所谓的 没有所谓的是非善恶 但是在儒家的系统里面 它就是以人为本体 所以这个是在儒家建立的 一个易经的系统上面 所以这个系统到了宋 到了宋朝北宋的时候 北宋南宋还有明朝 尤其到了我们很明显 到王阳明所建立的那个系统 来讲的话 这个无善无恶 这个心之体 有善有何而易之用 知善去而为良知 为善去而为格物 所以它把整个大学中庸的东西 概念全握到给系统 系统的用那四句叫给揽过在里面 那它所提出的知行合一 而且就是在那裡 就是你不能把知跟行合一 就是我们要把知行合一 就是我们不得知行合一 就从不得知行合一 就是我们不能把知行合一 有个知行合一 但是王阳明 那知行合一它是兩個是合在一起講的 就跟般若的極用之兆 兩個體用 兩個是一樣的東西 它不是可以劃分開來的 那我們一般如果把它劃分開來 就不是它的這個智良知跟知行合一 所以王一明講說 他的知行合一是從百死千生中 悟出來的道理 不是說你一個把它切開 知就是行 行就是知 他不是把它切開 那是一種修行的一個 一個體驗 一個證物而已 一個證物 所以到37歲 他在農場證物的這個智良知的 那個不是一般所提出 我們認為說知行合一好像很容易 那個背後有很多的理論基礎 從中間 從中國吸收的佛法 跟對禪宗的這個修行的觀念 所建立的東西 所以宋明理學基本上在這個 王陽明那邊發揚光大 這是我們提出來 因為這不是我們的主題 主題就講說 深造的般若無知論 我們看這邊在所有造論 般若無知論裡面 有一句比較難解的話 欲求聖心之意 這個是劉怡明問他 他讀般若無知論的時候 他提出的疑問 欲求聖心之意 就是聖人跟凡人不一樣 他畏畏穹林極樹 妙境明府也將心體自然 臨怕獨感也 穹林極樹妙境明府呢 就是說他的般若在用的時候 就是他的觀照的時候 就是可以照到極威 所有任何法無餘儀都可以看得到 就是所有東西都沒有遮影 就是對那個真諦的這個理解 還是心體自然 零怕獨感 心體自然就是講 他的這個本體是急的 就是他沒有動作 然後零怕 怕不是怕是三點水那個薄 就是停在那個地方 就是他是一種心體極燃 那這個中間 若瓊林極樹 妙境明府則極躁之明 所以你看劉宜明提出來 如果說瓊林極樹 妙境府極躁之明 這個我們從另外一方面理解 有人就說他這是這種修行 在禪定的功夫 極躁之明 一個極 一個躁 那我們在小城禪法裡面學的時候 你當你在作禪 你在入定的時候 你就是只有在定中 你就不會去思想任何東西 所以你也沒有什麼辦法躁 對不對 你剝著在皮箔舌納 跟聖魔塔就可以切成兩截了 你生活他你就是在那邊定 那到皮箔舌納你才能夠關照 那你到另外一個時候 你要出定 然後再入定 所以你那個四三八定 你要一個層次一個層次 要入定 出定 入定 出定 要分成很多東西 出定的時候什麼都沒有 你一般的雜訊又跑出來了 所以他是拆開來的 但你看他的提爾 波爾無知他提出來是什麼東西 諸如此你本身的波爾殘觀 應該基本上是應該沒有所謂的 分開來吉兆或者是定 跟會之分的 兩個是合在一起 事故定會之提爾 這剛剛去講嘛 就是兩個一個前面是一個定 前面是一個會 會後面是定 那如果心體自然尼怕 獨感則群術之印 那如果你是急躁 就是你在禪定森莫塔的時候 你應該群術之印 故意幾乎一 你應該全部都習了 你不會去認知到外面的世界 你都不會去認知世界 所以你本身是在處急儀當中 是你應該沒有對應 這個是他提出的問題 那我們看後來這個波爾無知那裡面 這個深召怎麼回答劉一鳴 他說廟盡民府不可以定會為民 您怕突然不可以群術以襲 兩言雖書廟用長衣 機我而成再勝不輸 答劉一鳴書 各位這本這篇 第十七頁 對不對 第十七頁 第十七頁上面 如果不然的話 你如果各位 如果看了這種小本的兆論 我看看兆論 兆論劉一鳴書問負 再我看看 沒有那麼前面吧 沒有那麼前面吧 看看 不是 應該是八十二頁 你看八十二頁 這個 德卿 就是趕山大師的招人略著 八十二頁 你看他 唯為瓊林極宿 妙極民主耶 為心體自然 臨怕獨感耶 若瓊林極宿 妙極民府 則極躁之名 故是定徽之提二 若心體自然 臨怕獨感 則群術之隱 故以心呼吸也 所以他本身 你在另外一方面探討 他當然是在談 義理的 義理的 就是般若 官兆的這個義理 的一個體跟用 體用 我們不是講說他的本體 這各位可能要去 但是另外一方面來講說 就是一個是在極 一個是在用 他的用的話 他可以說無所不照 就是他照真諦的 般若是人之 這個真諦是所之 你般若人之照真諦的所之 就你無兔馬之夷 對 就是他能夠看到一切 他這個同時的動作 他不是把它拆開成兩部分 所以大盛的 尤其到般若常觀 我們上次有提到 我們上次有提到 他有提到華言中的五祖 忠義大師所提出來的 那個以禪入教的這個理論 那裡面就講得很明顯 但是那個已經是後期了 所以那個時候有很多的如來賬思想 在早期的波爾思想傳入來的時候 然後那個是波爾的這個禪官 跟後面的如來賬又不一樣 因為如來賬有他一個本體的如來賬 有一個真心的如來賬 禪中有所謂的 從這個 從達摩祖師所帶進來 那個禪法的系統裡面 他有一個真心 所以他以真心的這個如來賬 去觀照這個世界 但是波爾我們來講 波爾他不理本體 宗觀波爾他不理本體 他應該是沒有本體的 那他的觀照所以這個極具 用極級 可以看到在另外一個地方 在這個波爾無知論 在波爾無知論裡面第15頁 這個15頁 這個你們沒有15頁 就有這本書的15頁 用極級極極用 用極取一同出而易明 更無無用之極而主於用也 所以他並沒有一個 這個並沒有一個體 他是能夠發揮他的觀照的能力 所以他並沒有所謂如來賬的那個東西 這本書我不知道要在 在劉英明書問父的前面 剛好前面 他的第八個問題 第八個問題 在波爾無知論裡面有9個問題 這第八個問題所提出來 本來就是聖之之無或之之無有什麼差別 就是波爾的那個無跟我們一般知識 或者瞭解的那個無有什麼樣差異 他這個主要他提出的問題 然後他自己解答的後面 就是用極其極用 極其極用 極其極其極 極其極 極其極其極 更無無用之極而主於用也 他就沒有一個極之極 極之極而主於用也 那個極其極能夠觀照的 prophecy asy 並沒有一個主體像如來杖的這個東西去觀照 所以字迷媚趙玉明 你 我看看 我乾脆找一下這個在哪裡 在這邊 這個就是第15頁 這邊有用即即用 用即體也要同書玉明 更無用之極而足於用也 所以你一般的字迷媚趙玉明 就是我們一般的字 用這個字去 就是你越... 這個...怎麼講 就是老子所講的這個日損嘛 就是學到日損嘛 損之又損 你要把這些你的一般我們這種獲取的這種 這種...這種分別的這種知取的這種心 越沒有的話 你越沒有去這種分別心的話 它越是能夠明朗出來 字迷媚趙玉明 你的趙更更清楚 所以波瑞它是一種削減法 它是除滅法 它就是把你禍葬給去掉 就是禍葬去掉 就是榮樹的這個方法 你看榮樹為什麼... 什麼有因無因它都不對 你有因不對 無因不對 這個或者陰先後後後都不對 就是告訴你 我們通常就是我們大佬思維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邏輯的概念 你要把這個邏輯概念你要去打破它 神迷境應形 就是你要去跟應惠這個外在的事物 所以這個動靜兩個合在一起 所以說孰地生地都講孰地嗎 這個中間各位可以去考慮一下 這個中間我們是站...現在站在另外一個立場 就是不在理論上面 中間可能有涉及到禪修的功夫 為什麼引剛剛王陽明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就是一個他禪修 因為王陽明他從小就會坐禪 你看他結婚的時候 他就說他就像是一個禪修 他就在道官裡面在那邊坐禪 他把他老婆就自己在那邊道官裡面坐禪 所以他本身是從小就開始在修行的一個人 跟我們一般的把他當做一個大佬去分析 那個知識跟形式分開 那是不一樣的 不然你沒辦法兩個整合在一起 我們提出這兩句話 主要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理解他 所以劉一鳴回答他的時候 廟盡民府不可以定會為民 他不認為定會是分開成兩節的 以小盛的慘法翻臉 他認為這個對柏爾無知 柏爾的照明 他不是這樣去觀照的 臨怕獨感 怕就是三連水那個柏 臨怕獨感不可以群術之印以襲 就是他本身的那個心靈 就是那個柏爾的那個所能造的那個東西 他不可以是完全不對外面去產生作用的 我們一般有的小生殘年 就是你不要去起作用 不是 他只要心體通透 跟外界是合一 物我明一 這個體用合一 就是物我明一 然後就是人所合一 人所是一起的 你不會去分開有人所 當你分開有人所的時候 你本身就已經落入了知見 你本身已經落入知見 這是他回答他的 當然後面有一大串 各位用這種方向去讀他 也可以體會出另外一道理 所以我們現在講說 趙論與柏爾殘觀 他的可能所產生的關係 我們在上一堂課裡面 就是上一節 不是上一節 上一堂 就是上一次講課裡面用中密 就是華言第五組的這個中密 他解釋就是空中 空中跟信中的差別 就是空中的就是 波爾中跟如來藏的 這個差別在哪裡 有列出了十種不同的差別 那當然禪中 在他手裡面 他非常厲害 就是把教跟禪合在一起 從禪出教 戒 教 物中 這是我們大家一般禪中 都很喜歡朗朗上口的 至於融通 他用這個方法去融通華言的 教與禪中 但我們今天不再講華言 在禪元基督序裡面 就已經提著他整個理論系統 就在那裡面 我說那個非常重要的 各位要去看他 要突破那個文字 那第二個在講話 我們上兩堂課也在講說 中國禪中的原理有兩套系統 一個是從達摩祖師所帶傳的 類似如來祥的這種系統 當然如來祥跟祖師禪是後來 後來什麼 我會講 從時候才開始有所謂如來禪跟祖師禪 但是在這之前 禪法的系統 在南北朝 尤其在東晉的時代 羅子法師所帶進來 是一種般若禪 般若禪怎麼建立起來的 跟如來禪的交流 這我們在上一次上課的時候 也有稍微借助過去 有兩套不同的系統 一個是有他的體 一個是沒有他的體 一個是有如來障 一個是沒有如來障 沒有體用的關係 那觀和學派就是 揪摩羅斯的長安僧團 對於禪法的傳承 因為我們知道在這段歷史裡面 剛好從西域他們請來的 這個佛陀巴陀羅 他就是在祭兵裡面的最 那個時候當時在印度 北印度最厲害的一個禪師 小聖的禪師 祭神他跟他學著 所以他的禪法 就跟類似我們今天的南傳一樣 他很厲害 一下子把羅斯的一些很多弟子 全部帶過來 所以羅斯的弟子裡面 很多那個時候對禪法非常有興趣 就像森瑞 羅斯來到關中的時候 森瑞大概六天到七天 就請問羅斯他的禪法怎麼樣 所以羅斯整理了一些禪法的經典 他叫他五門禪 所以他寫一個坐禪的一個法要 有跟他的弟子交代 但是當鞠摩羅拔陀羅 這個訣賢來到長安的時候 他跟鞠摩羅斯的那個禪法 是不一樣的 很明顯的很 這個跟羅斯禪法不一樣 所以產生了後來 那個鞠摩絕賢被排斥在僧團之外 被他的弟子排斥在僧團之外 然後我們在第一次上課也有講說 那個時候絕賢離開長安僧團 被病除在外的時候 羅斯的有三十幾個弟子 跟著他一起到廬山會員的這個地方 那廬山會員的地方呢 他對曉山就是非常有研究 所以本身我們可以知道說 羅斯的禪法在關中 跟小生的禪法是有很大的差異 但差異在什麼地方 因為一般來講 我們在想修行的這種禪法來講的話 很少會 我們很少在這個歷史的文件可以看到 那只有一些在語化對話中間 或揪摩羅斯法之大義 就是惠遠跟揪摩羅斯在討論 這個修行的這個階段的時候 會提出這些問題 你看參存兩個很大的差異 這從中間 從中間所提出的差異 那但是這個波爾參法到底怎麼建立呢 有人說就是這本詔論 他把這個 把那個 把那個 物不遷論 波爾無知 不不遷論 不真空論 波爾無知 波爾無知跟那個涅槃無明 他就是 就是一個禪法的一個系統 你去對應 他這個惠遠大師 會跟那個救夢羅斯法師 在分析這個修行的這個次第的時候 有他的痕跡 那 那生兆的兆論 就是繼承 舊摩羅斯法師 所建立的這個波爾參觀的這個理論 像我們剛剛只是舉一個例子的 就是 用波爾無知論去舉出這個例子 去引發這個討論 但是從一這沒有絕對的 所以我也不敢講說 我講是這樣子對的 那各位 可能各位要去參考一下 各諸家的說法 那另外一個地方 我們在德卿 德卿 感三德卿 這本這個感三大師 他本身也是一個禪宗 靈祭宗的一個繼承者 所以在哨論略著的卷一 講這個不爭 講這個物不謙論的地方 我們給各位看看 再講那個 繁治出家 繁治出家 我看在第幾頁 就是一個繁治出家 一個和尚出家 他就是回來之後 他就跟你講說 你還是以前那個人嗎 已經年齡大 他說我像靈人 但是我又不是靈人 然後他中間有一段註 我看是在哪裡 這個在二十 這本書大家都有 二十五頁 這個後面 何者人為邵壯同體百靈一職 徒之年往不絕行隨 是以繁治出家白首而歸 白頭髮之後回來之後 靈人見之曰 襲人 游存乎 你還是襲人嗎 繁治曰 無由襲人 非襲人 我是像襲人 但是不是襲人 靈人皆惡然 非其厭言 就是他是胡說八道 未有立者負之而居 媚者不絕 其失之未雨 這個四的二十六頁 這裡面就是我目前所引的這一段 二十六月開始 這個是德卿他講的話 於少讀此論 切以為前四不簽亦懷疑有年 就覺得讀這個物不簽很奇怪 為什麼這樣講 懷疑有年 那殷童妙是結冬浦板這個地方 然後從科此論 效讀致死恍然有誤 心要佛矣 心要佛矣 這個是他可能在坐禪中間的 因起坐禮佛 他在起坐禮佛的時候 身無其倒 他跪下來跟戰友 他是已經二者合一了 我們就誤先去想這個問題了 那當然是不是幻想 各位可以去想 還是他是完全是零零一星 這個通透 完全沒有雜想的時候 可以到達那個境界 結年就把簾子揭開來 然後到外面去看 忽然看見庭院 外面的庭院 呼風吹吹自停速 葉落分飛空 葉落在空中飛揚 他看到葉葉不動 一般葉子慢慢慢慢會飄寒 他看到那個是不動的狀況 就是動看到不動 然後他才相信所謂 懸難掩育而常靜也 所以那個懸難掩育而常靜也 當我們一常理來看 怎麼可能對不對 怎麼可能呢 你說那個葉子不動也是不可能的 按照我們一般人的觀察 他就是動的嘛 那在動中怎麼樣看到這個靜的呢 他是不是在禪修中間 或者他在心急在一個地方的時候 他看到的東西是這樣的 我們在有的時候 在打坐念佛的時候 有可能會看到 奇怪我這個動作 奇怪沒有 就是自己認為說 有其實是中間 那個不知道是錯覺還是怎麼樣 他就好像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動機合一 然後他去前燈廁所 到廁所去小便 他不見流向 就沒有見到這個 沒有見到這個小便流動的 探語 哇不得了 這江河靜柱而不留 對不對 江河靜柱不留 這四句話非常的有名 所以兆論的物不前論的 非常有名的那四句話 就是懸難掩育而常靜 江河靜柱而不留 野馬飄骨而不動 日月利天而不周 這幾四句話 他就把他覺得 然後於是回觀其日 法華世間常駐之相之疑 判然賓士 法華不是說世間相常駐嗎 這原來是如此 然後 然後是知論 知論子優微 非真摻實見 如果你不是真摻實見 又以知見 我們用一般大老去想像 用一般日常的這種 這種分別心去判斷的話 皆不免於懷疑默默 你一定會懷疑這個東西 不是實際的 所以動靜 當理論上 它可以站到真諦俗例上講 你修行禪定的時候 是不是它是一種禪定的境界 常常會這樣子 好 那 揪摩羅斯法師大義 遠中問如法性增進並答 這個我們把 這個在 揪摩羅斯法師大義 這個各位到大賬金去找 應該可以找到這個 那在大賬金是在 就是 就是在 也就是在那個 在那個 在那個揪盤 在那個揪盤 在揪論的前面 應該在揪論的前面 他問了一個 等一下 他有問了一個 問法性增進 哎呀糟糕 慧遠問他 經說法性 則有 無法性 註故 說如 因為在 《波爾記》裡面有像 如有講法性 有講真諦 這三個名詞 但是講法都不太一樣 唯 為 受訣為如來 說真諦 則言真諦 不受正 三說各異 亦可聞乎 這問這個 舊摩羅斯 那舊摩羅斯用 引大之誤論說 武士 所謂斷一切 言語道斷 心形滅觸 為諸法實相 怎麼樣叫觀諸法實相 他把如法性跟真諦 分開來三個層次 我這個把它用這個 用這個比較大 其實後面就是這句話 前後文剛剛那邊 那邊大概是這樣 這樣傳出來的 他說諸法相隨時為名 法相 他不同的時間 他有不同的名 做如實得諸法性相者 一切議論所不能破 名為如 當你對諸法性 像你固定你確定之後 一切議論不能破 名為如 就是剛開始的初階段 那諸菩薩利根者 推求諸法如相何故 如是即滅之相 不可取不可捨 既知諸法如相性至而 他自然如此 他本來就是這樣子 如是諸法性性相至而 是名法性 當你把它推而求大 我們一般一開始就是 他要你看什麼 要了解這個如 然後從如再擴大 就變成了法性 就是如從我們自身去開始了解 那你看了四周萬法 吾不是這個如 如相的時候 它就變成法性 到了更不求聖事 而是新定 近期邊際 到了最極端的那個地方 就是真際 就是所謂的本體 就是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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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法性的一個真跡 真跡就是 就是它的這個 就是如若不動的那個本跡 事故它其本它是一義 但是它分為三如 道法之一分別上中下 故名為三秤 就像我們的三秤法 有這個身文原訣跟菩薩 中間我們把它分開來三 但事實上它是同樣的東西 初為如 中為法性 後為真跡 真跡為上 法性為中 如為下 你能觀的力不一樣的時候 而有差別 所以你到最上層的時候 它就是真跡 就諸法實相 告訴你諸法實相就是那個東西 那你一開始如 因為我們一般人 你的生活環境 你常常有不如的地方 因為你跟世間是有格相 所以當然你對世間相是格的 你跟人家言語之間 你跟人家行為之間 產生的 不以為如此的時候 本身就不是如 但你要看諸法如的時候 就不應該這樣產生 是每一個都有每一個道理 它就是如 所以你說 物無不事物無不當 我們在那個波爾無知論裡面 它所謂無事無當 它變成 就是 劉秘密碼是真是真當 真當就是真正有一個是 真正有一個當 這個生造說對不起 那不是真是真 這個真正有個是 如果你有這個東西 你是非風起 你就整個完了 你這個系統就錯了 它應該是無事可是 沒有一個 你對事情判斷 你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這個是對 還是那個是錯的 你這種分別心 一起來的時候 你一定會把它分開來 但是你第一個 我們般若中觀的時候 就是要你去掉這種 這種意識形態的這種分別 當你沒有分別的時候 你做什麼事情都對的 所以你看了那個 人家做的是錯的 但是你認為是錯的 他做的就是對的 那個就叫做如 它就是如 它沒有隔閡 沒有憨隔 然後這庫爾大支 你周邊的這個五韻四大 或者你四周的中醫 全部都是如相之後 它就是法性 這個中醫 但是到真 那什麼叫做真濟呢 真濟是不可知的 就是涅槃之相 所以它不可以言語道斷 它就不能知了 但是你用這樣子的中醫 它就是用這個三個層次 分成如 法性 真濟 這樣子三個層次去把這個 這個般若的這個禪關解釋出來 所以一般我們來講說 大小禪關它中間有個差異 我們剛剛有提到 小陳禪呢 那告訴我們說 從四念初啊 從十二英元啊 從五庭新關開始 但是等一下我們會講說 羅斯法師 他也不是不叫五庭新關 他也有教 大神禪也把它融合在一起 但是他的解法是不一樣的 那小禪就是禪 小禪心有所謂限愛 又不能常定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他們講的 如果說你定中 小禪心有障礙 所以不能夠常定 凡所有觀察 再定則見 初定就看不到了 初定就看不到了 你就變成一般常人 你就會回復意思現在全部出來 那色念於此 念念不離 則入於定境 所以小聖禪法都叫你辦這種分段式的 分段式的 那這個大聖禪法 他們想提出了所謂的禪制 就是禪跟會的合一 那這是由揪摩羅斯 前面 對不起 前面是後漢的時候 中亞僧人 這個安世高就傳入了 早期安世高傳入 經過三國的這個申惠 康申惠 臣惠 至於東進的道安 跟惠遠 大概都是走這個系統 惠遠 所謂極其大臣 在那個時代 那所謂禪制呢 這個 揪摩羅斯 所學的這個禪法 因為他到關中 這個申銳第一個就問他 這個禪法是怎樣 所以他所帶的禪法 當然也有小聖禪的這個基礎 但是另外他加了一些中亞 我們知道在中亞到新疆這個 這個怎麼講 南疆北疆那個時候 也有中間所接受的一些禪法 新疆的禪法 那他把加進來 然後再加上他的大制度論 大制度論 三論的這個核心的這個禪官合在一起 所以這個波爾爾的禪官 其實是羅斯法師融合這些不同的東西 合在一起的 然後他用大聖的禪官去解釋小聖的這五門論 五門論就是五門禪官 然後把它更賦予這個大聖的禪法 所以把禪制合一了 禪制不是分開來的 禪跟會是合在一起的 就定跟會是合在一起的 那他經由他弟子惠瑞 又不是申瑞跟申兆 然後這個開發 然後切入 所以有人說他禪論其實是一本禪官手冊 各位去理解一下 這是另外一種說法 沒有定論 所以他以五門禪法 五門禪法就是什麼不禪官 那個什麼修蜀席什麼東西 然後因緣官 然後最後一個念佛官 就五個禪官 貪生吃 去克服的貪生吃五毒 加入了波爾金的空官 因為那些都不實的 那法生大事念去隨隱 不入禪定就能夠 念念都是能夠切入他的波爾中官 所以在波爾禪官來講的話 理論上面 他並不是要假於定而得的 你在日常開始修行的功夫 主要是要去除你的禍葬 所以農述的中論我們讀他 就開始在這個不對 這個不對 你就把你周遭的一些 我們這些概念 你要把它洗清楚 我們大家都沒洗清楚 所以認為這個有因果 那個都不對 你要把它整個因果的 不是不對 它不是先因後果 也不是先果後因 也不是同因同果 也不是無因無果 都不是 那都不是 他把所有的全部都擋過 都不是 都不是 並不是說 否定了因果的存在 你要用這種角度去看他的 他的波爾常官 他的中官 是這樣子建立起來的 你才能夠念念隨即可產生的 所以你在 在平常你沒有入定的時候 你也能夠進入官 你的會也能夠產生 諸法實相 你要真理怎麼看得到 並不是有真正的 有一個那個東西 你要去看說 我們聖人看的東西 跟凡人看的東西是不一樣 是聖人多那個 多那個知見 把那些 那些承載 那些不要的必要東西給刪掉了 我們一般都是在 帶著一些我們的意識心態 主觀的意識在進去看 當然會不一樣 當然會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這個中間是有相當大的差異 所以你看他殘官 怎麼殘官 我用物不遷論講 先師為不遷的法義 自無反往反之危陣 就看不到有往反的這個徵兆的時候 有何物而不可動 哪個是不可以動 則是得不遷之旨意 然後再官 前去 當前去來的物相 見智深微 見智深微 則官 玄南掩域 江河靜柱 野馬飄谷 日月利天 這個本來是動的 運動的 整個 整個宇宙運動的這個法則 知數者 用這動然後去看它 閒南演繹是不靜的 是常靜的 江河靜柱是不流的 水是不流的 這個野馬飄谷 野馬飄谷 這個是不動的 這影莊子的雨 日月利天 就是日月圍著天 這個環繞 是沒有再轉的 這個境界 這個靜無巨細 接同成一個不簽 用不簽的這個主題 用這個主 這個 這個 這個旨意去觀照 則 入於申定 用這個方法 這是人家寫的 但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可能 因為現在沒有辦法 等一下 對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 所以 所以波爾禪觀 他的修行次第 我們剛剛講說 前面是儒 其實我們一般日常所接觸的 就看 我們看不儒怎麼變儒 這各位大家要去下功夫 去把那些成 這些渣仔給排除掉 然後才能夠見到法性 最後見到真紀 他的分之三段 那中間的所謂的造論 有三部論 波爾無事論是他的理論的基礎 是他核心的思想的來源 所以他是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核心 那另外三部論 物不簽論 你要去看儒 剛剛我們有提到 稍微提到 不真功論 中間去見他的法性 那涅槃無明論 去看那個不可說不可說的 那個後面的實際的東西 那在修行的次第來講的話 這個也有講 在這個造論的涅槃無明論裡面 他的九則十一言裡面有提到 那在跟羅斯法師跟慧遠大師的 一個問答物裡面也有 地前菩薩就是你還沒有修行 進入這個見道的時候呢 這個你就要修這個物不前論 你就要想辦法變成儒 那到七地得無聲忍 七地菩薩是無聲忍 七地菩薩住無聲忍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達到法性 見到法性 那十地菩薩到最後的時候 你才能夠見到那個真際 這個是方便去排這個次第 但是不一定按照次第 只是比照是這樣子 所以第一個諸法如相性 諸法如相性 本來就是如此的 也就是諸法的本性便是不簽 我們看來是動的就是我們的感官 所感覺得的東西 但它實際的東西它的空性 它是如如不動的 它便是不簽 不動不簽不起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諸法無聲 就是我們在大盛看到說 不簽 不簽怎麼樣去不簽 一般看來都是好像是有在簽 你要從不簽的地方去看它的不簽 這個是一個重點開始 然後呢 進一步升官 由不簽的現象 然後你用有無的觀念 工具說明了一切的一切法本是 自虛無聲 我們看不真空斷裡面有 不自虛無聲 不有不無 有無排二邊的中道 有也不對 無也不對 有中有無 無中有有 進中有動 動中有已經是前面的一個階段 那這個階段是用有無去看它 這個是前面動靜呢 它是比較站在是的層次去看它 那這個就比較站在理的層次去看它 自虛無聲 你要知道波羅的自虛無聲 這個是它的一個核心的一個理論基礎 波羅無事論的第一句話 不簽空論第一句話 一切法以不有不無為法性 你本身不是有也不是無 你有 如果是有的話 那個言取是不真的 你說是無的話 對不對 它又原生萬法 所以你也不能說有也不能說無 好 再下一步呢 這個你的觀察力 你的觀 你的那個觀照力有差異 差別 你要能升官儒 這個時候就會變成法性 升官儒看得到嗎 就變成法性 但是你要升官法性之後都如的話 你要知道那個有而不有無而不無 才是實際 所以你也不能說有也不能說無 有無不能表達那個實際 但是你要藉有無表達那個實際 所以它的語法 它跟它的邏輯的一個套數幾乎都是一樣的 有無 有表不有 無表不無 我們看後來的那個三論中的這個論法 大概都是這樣子 極上大師的論法 也大概都是繼承這種說法 有而不有 無而不無 是真計 但是這種實際真計是不可以表達 它非得用言語去表達 它只能夠養不有不無 所以不爭公論 最重要就是既萬無之自虛 不動真計為諸法立出 這是在最後面不爭公論 為諸法立出 非離真而立出 不是有一個本體 離開那個本體去立出 立出去真 本身那個體用是合一 不是有本體用 我講這個沒有辦法 就是它的那個真俗是合一的東西 它不是分開來的東西 你不能分開來看 就是你的提及造 提及用具集 它本身是 它本體用合一 也就是說它本是人所是雙鳴的 你有分開人所 你當我現在看什麼東西 我在造什麼東西 對不起 那個東西就不是那個東西 不是你要想要表達的那個真計 你就是這個吉兆合一 這個人所皆明 才能夠看到那個東西 非離真而立出 非離真而立出 立出其真 立出可以去局俗 當然可以 因為立出可以把解釋的直出 足法立出 就在任何的法 任何的事 但是你要知道那个真谛是看不到的 你不能用你的意想分别认为真的有那个真谛 真谛你就看不到 你不能说认为圣人看的东西 跟我们一般人看的不同 看的一样东西 但是你本身的知见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 别人说无所不知无所不 你要知道是不是 对不起 没关系 所以涅槃什么东西呢 涅槃非有以富非无 他你不能用有无去谈他 所以他最后你看涅槃无语认 为什么一个有名一个是无名 为什么叫无名论 他就是无名至于为主 那有名提出来问题 有名他就提出有于涅槃跟无于涅槃的问题 对他无名来讲的话 他其实是合在一起的 没有什么有于无于 这打破了我们一般传统的 你像在阿含经里面对有于涅槃跟无于涅槃的解释 所以解释不一样并不代表是错 各位 解释不一样不代表是错 就是你有没有那个知见 你有没有那个东西 有那个知见你看的 跟他反过来也是对 禅宗最喜欢用这种理论 对不对 你生死涅槃之后 他发扬到这无所不用其极 对不对 就是你用那个死尿啊 或是通章的东西 他都看着跟那个真理是合一的 所以就是禅宗最喜欢用这种逆向法 这两个反合在一起的 涅槃非有一副悲舞 法身无相应勿而行 所以你看不到法身 法身并不是个有形的东西 所以说罗斯法师回答会员 会员问他说 我们的六四身 我们的修行的成佛 那个释迦摩尼是这个有五蕴 有五蕴身 他那个是佛吗 他怎么可以有五蕴 还为这个东西知见 有感知的 怎么会是那个法身呢 所以对法身在那边讨论 这个罗斯也回答了这个问题 所以罗斯都会站在这种 非有非有的观点去看他 一般人看不懂是什么东西 就好像打高空一样 其实他不是打高空 他讲出来就不对了 所以涅槃非有一副 法身无相应勿而行 你碰到东西你才会 就是你会对应他 你所对应东西 你所处理的事情 假设你没有这个分别之间的话 他都是对的 假设你有所谓的分别之间 你就会别有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假的 对不起那个东西就是不对的 那波尔无知应援而造 对人而造 他本身是无知的 那真谛 你造的那个真谛 他也是无相的 所以真是造真谛 你不是说当作真谛当作 他的元起的对象 对不起他不是那个对象 对象你看不到 所以在波尔无知论里面 也提出这个理论的基础 你看到他这个所有的理论 都跟我们一般 修习这个佛法的那种观念 佛法观念我们大家希望 像有个固定的东西告诉我什么是涅槃 什么是有余涅槃 什么是无余涅槃 什么是真知 什么是不是 他都打破了这个底线 他就不说出那个东西来 这个大概是般若的残官 OK 我们现在休息十分钟 好 我们先用一篇文章 这个人写的这个中国大臣残法的造势 有谈到故不谦论 官和的残法就是揪摩罗石的 他这个系统 他里面有小臣残 大臣残 然后中间怎么样一个变化 稍微有在历史角度 但有残修的角度去看 奈文局这个人呢 他是好像已经死掉了 他是台北医学院毕业 然后去中医西医一起合稿 然后他这时候有在原光佛学院在修过 他一开始名字定义研究方法 这个强调大臣残与小臣残的差别 在中国的官和 纠摩罗石如深造的伪摩阶经柱里面 有说大臣残至法身以上得无碍真心 心至极然未尝不定 就是没有不定的都是定的 小臣残心有限爱有限制 不能常定 在定的时候定 初定的时候就没有定了 那中国佛教以独特的大臣残法 如天台残法 华言残法 及禅宗的残法著称 但是考据查汉本来传到中国的 是从最早是从安氏高这一系列的小臣残法 那中国如何从在安氏高的残法基础上 锐变成后来的大臣残法 这是这篇文章的主要的这个主题 他第一章里面叙述了汉末三国时代 中国流传了一些经典 我们知道安氏高有翻译很多经典 那种小臣的那个八官人 就那是那种经典 那另外也有大圣经典是资楼加称的义的这个波尔经 已经开始了 那安氏高他所传染的就是安波残法 这是最原始而且最熟悉观 就是最传统的 但是资楼加称翻译波尔经呢 他有翻译禅经 但是没有大圣残法的传授的方法 直到东晋的道安 企图以当时盛行的波尔 所以道安曾经尝试着用他理解的波尔 就跟你一样 用波尔这种缘起信空的概念 来重整传统的安班传法 埋下了后来 而后这个禅法大圣化的伏笔 那真正传进来当时旧莫罗斯 他第二章叙述了 这个道安法师元旗之后不久 入关的这个中亚佛学大师旧莫罗斯 以循着这个跟道安有互相接气 传入的禅法的路线 发展出菩萨禅法与实相的观禅 所以那是实相观禅 解决了小圣禅法的若干限制 第三章是探数 旧莫罗斯人的高足 如何将罗斯的实相的禅法具体化 所谓具体化 刚刚讲的深造的造论 就是属于具体化的一个形式 那因为罗斯讲的也是 在那个理论基础上面 谈了一个那个东西 但是那个东西怎么样去修行 修行的步骤 刚刚我们讲说 对 他没有很详细的去讲出来 所以为什么 很可惜 罗斯的禅法被那个 那个佛陀巴陀罗来进来 觉醒三丈就把他打死了 觉醒三丈很厉害 那个都是有步骤的 小圣禅法 你就跟我们南常一样 南常一进来的时候 这些大圣禅法全部死光光嘛 就是本身你没有那个 就是讲来东西 你讲本性空的东西都不能理解 但人家告诉你观呼吸 走路怎么样 就是有步骤的 对不对 你看那个缅甸的那种 叫那种禅法 对不对 他都有系统的 好 怎么讲第一张 安世高的小圣禅法 中国则探末由西传入的大小 二圣的禅经 一个是嘉楼之称的大圣禅经 波浏三内经 二是安世高所传的小圣禅经 安班守益经 殷慈入经 大本玉生经等等 但是因为史料的限制 只有二系统 这两个系统中只有安世高 有禅法及传入形式 而且有人修行在史书上面 在历史上面记载上是有的 但是四楼加成这个缺了 安世高这个系统人才备出盛况空前 最著名的里面集了几个人 在那边当时汉末的时候在休息 康生会在安班守益经序里面有提到 会见南洋寒林影川的皮业会计的成会 然后请问归同俱合 义无乖义 然后因为他们这个要有诗传 非诗不传 不敢自由 不能自己发明他的心意 那这个地方我们把它略过去 不然会讲不完 这个什么经历什么经历 安世高当时在东汉传入洛阳的国都 传入东汉的国都就是洛阳传禅法 位为空前的盛况 盛况在史料上面有讲说 这个陈慧因此入津 为安侯宣服三十 光于金师就是洛阳 于是后人俊仁云集 很多人集在那边 在学这个东西 然后康生会的安班守益经序里面 也说与安班之奥秘 学者成心 很多人都跟随了这个 那东晋一个很有名的玄坛家 他也是除了谈理论 有在修行的叫谢福 在安班守益经序里面 他说于时郡 就是当时那个财郡 又归宗探 是华从使者 做勤手自从灵凤 灵界自揪莽菜 就是说 就是说真正能够修行的人 凤毛麟角 安世高以安班守益经为主要禅法 不但胜于当时以流传以后世 有历代对安班经的这个注解非常多 除了这个前面这个陈慧 康生慧这个之外 还有一些很多的古著 在东晋的谢安及谢福 你看谢福就是在谢安 对道安 谢安道安跟谢福的时代 就有对这个经的这个注释 然后先讲说第二个是 道安引进的般若入禅 那安世高的禅法内涵上以蜀习为主 以蜀习为主 然后观十二元因缘 即观因戒入 因此入金 所以其实我们的五门这个禅 就是蜀习观 不禁观 因缘观 然后还一个什么 最后一个念佛观 念佛观是后来起的 在念佛观没有起来的 那以前在印度的那种 就是说以因戒入 就是戒分别观 那个时候兴起 戒分别观 就是你观五因十二入十八戒 那个东西 但是我们后来没办法观 就是你不像印度人那么细微 所以后来被念佛观给取代 那稍后观和的角度 稍后就是观中的这个角度而言 这也属于小圣的禅法的范畴 那此禅法传至东晋 就受到当时大圣般若思想的冲击 首先用般若思想来批评 安班禅法是东晋的卸服 他认为量不够 其注解在安班首席经的序中 他说那个小圣禅法 无慧乐定 他只有定没有慧 来说明世间的禅定中 慧气质般若 智慧 以慧成慧入禅 来说明世间 世间无测原觉菩萨三尘 应该是身为原觉菩萨三尘的禅定 最完旧的当时菩萨的禅法 是以慧为主 小圣禅法是 就是身为原觉二神的禅法 都是以定为主 然后文中谢福认为 能够慧结者 既所处有中已见空里 这时候他已经把信空的引进来 故不需假外面去调生 既悟就可以见到空 调息以即进内心 就是既悟 故不需假外面的行动 用这个方法去调生调息 以即进内心 就是你按照你的步骤 我不去想念头 然后我在走路 然后去关我的呼吸 就是不关外物 那不应禅修的禅定 方能成就智慧 所以智慧跟禅定这两个 要整合在意 故修训人修训禅法 并不是为了保持禅定的境界 那你禅定只是为你精神能够专一 然后你才能够入道 所以它只是一个方便 你最后还是要达到智慧 那个般若的空境 以般若空境为主 那道安在住 安波念的住的时候 曾引起般若 引入般若 以整理安氏高的 蜀籍法中的 述岁直观环境 各位看到 这个东西你看后来天台禅法 这不是智者大师发明的 之前就有了 你看 六阶以正出正二三四禅的四级 所以这个东西我把它列个不去讲 这个东西方法上我们都不要重视 我们希望说在他背后 他的义理上面去把前世 他强调损之忘之 损之又损嘛 以至于无嘛 这是老子的嘛 忘之就是忘掉了这个周边的 等般若的空观的过程 及无为无欲等般境界的成就 达到无为无欲 无所得的这种境界 并由般若境界达成而能缘起 而能缘起出 无为故 无形而不应 无欲故 无事而不失的大用 无为故 无形而不应 无欲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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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那个时候在修禅 主要是修神通的 真的很喜欢这一套 就是修神通 并不是对那种般若道理 想要去理解它 因为那个时候道教的影响 道教的影响很深 张道明那个时候三国起来的时候 也是在搞这些东西 但他只是外在的这种神道 然后这个 你看 四帝所见 见乎九子 八戒所正正于八邪 邪正能无往而不舔 只见则无往而不渔 无往而不渔 故能动造旁通 无往而不舔 故能神会应变 舔就是安静 就是舔淡 你用舔 舔氏 上面引这些影的诸文来看 谢夫首来首先将波罗的慧的观念 引进了这个禅法 道安更具体的用波罗来重建 这个安氏高禅法的本质在慧而不在定 简化其修行的要领 乃至扩大其神通变化的境界 道安之引置入禅 就是禅制 我们敢讲禅制 为中国传统小禅法而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服下了中国禅法日后大臣化的契机 好 我们第二段就是讲罗时的大圣的禅法 那掌握罗时他所传的禅经 罗时怎么会传禅经呢 他这边有一个开始说这个观中出禅经序 罗时他有意的这本禅经 你看 莫罗斯法师在401年来 402年12月20日至箍藏 402年至箍藏至长安 这个长跟那个我们现在不太一样 就是长安 跟那个长安是同样的地方 那 那 于既 于齐月二十天日受禅法 开始就 最开始就受禅法 既蒙蒙受乃之学有成就 这个观中出禅经序 是他的大弟子申瑞写的 申瑞写的 所以他在罗时法师到长安的时候 没有到六天 他就去请问罗时法师的禅法要义 这罗时就为了他去整理一些禅经 给翻译出来 那罗时法师入官的第七天 申瑞及迫不及待的 向他接受禅法 那这个时候说禅法的内容 可能是传世的思维要略法 这也是罗时法师写的 在《大藏经》里面都有 以他的要略法写的很简单 就所谓是无量先 是无量官法 不敬官法 白骨官 这个其实也都是从小陈的那些 那些不敬官 白骨官 这个无量官 慈悲稀舌去看 他非常简略 大概只有 你看《大藏经》里面 大概只有两三页而已 就是很简单的提 这很符合入官后 这个匆忙之间 他的传法就是很简单 尋蒙超传众家禅药得此三卷 这是讲他的《座禅三昧经》 《座禅三昧经》有三卷 这个就是比较 比这个思维要略法更详细的 那里面有前面讲小臣 后面讲大臣 前面讲五门禅官 后面讲说主要用 他五门禅官有小圣大臣的念法 然后到大臣禅官 他次序也不一样 小臣的禅法 就是从安班首义 这个鼠席开始 不禁开始 到了大臣禅官 第一个就是叫你念佛官 就叫你念佛官 他反过来了 三卷 但是现在看到只有两卷 唯一不同的就是说 他中间他有记子 前面有四十三记 后面有二十记 那这个是一个 杂本的一个禅官的一个手册 所谓杂本的就是说 有很多印度的禅师 有大臣 有小圣的禅师 有大圣的禅师 合集 在周末罗神手中合集起来的 你看他后面二十记 是马明菩萨 我们马明菩萨就是 大圣喜心论的作者 就是号称大圣喜论的作者 他本身是大圣的这种禅官 那初十四十三记 指坐禅三卷心的首记 四句唯一记 给这个我们不去讲他了 坐禅三卷心 是抄诸家禅药而成的 它中间有七个禅师 好像七个禅师 前面的首卷 四十三记是讲之后的五门禅官 五门是佛须蜜 这是印度的禅师 申茄罗叉 欧波诀 申茄斯那 勒比丘 马明 陀罗禅之要义中 传道主有七个人 五门的第一个是 治贪欲 治贪欲 第二个是治称慧 第三个是治愚痴 第四个是治思觉法门 第五个是治等分法门 我们大概对前面三个大概不讲 大家都知道 第四第五可能不太了解 第四第五也是在他的这本 这个禅官手册里面 比较重要而且复杂的地方 这个思觉他有把它分成 有六个思觉 等一下下面会讲到 那治分等法门 这篇文章没有提到 治分等法门就是针对你的贪嗔痴 针对你的贪嗔痴 所形成的一个法门 也就是他的念佛观 小生禅法也有念佛观 乃是罗斯由生且罗叉等七家禅师的禅法中 要己所传召出来的 所谓贪嗔痴呢 就是最后一个治分等法门 五门五门中出三门 第一个是治贪云法门 第二个治称惠门 第三个治余子法门 所谓以示六觉也 所谓六觉是指 第四治刚刚讲的那五门参观第四个 治师觉法门中间的 御师觉 会师觉 老师觉 清理师觉 国土师觉 布什师觉六种参观 那六觉中共有三段二十二记 是马命菩萨用于解释这个六觉的 那第四门中 另有观蜀习法的习式六门 那习式六门就是所谓的 述法 随法 执法 观法 然后环境它就叫转观 清静 就是六种内容 那自此为座禅三昧经的前半段内容 后半段它有分成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座禅三昧经 分成上下两卷 没有少到中间一卷 那后半部内容则分为 前面是讲世禅世空世无色定 世禅世公世果的菩萨 但最后一段是讲菩萨的禅法 惠瑞但也很后者 菩萨习以禅法中更依慈世经 十二淫源一卷 要解二卷 这个也是罗斯法师极解出来的 座禅三昧经的卷末 有菩萨禅法中的出门 包含菩萨念佛三昧 菩萨慈悲三昧 菩萨观十二分等菩萨的五种禅法 这五种禅法又是前面的小僧禅法 它只是提升变成一种大僧的禅法 但是次序不一样 这个我们不要去解释了 以上可以知道 座莫罗斯的座禅三昧经 虽然是超于各家的禅法要集而成的 但是仍有其组织其次地 先是五门禅法 接着是禅是空定 次为小乘是果而至最后的菩萨的禅法 藏经中所收有的座莫罗斯的思维要略法 一卷 将各种禅法的要略 融缩 集合成一部 细看其内容 有一部分是与印度禅法相似 如世无量的观法 不禁观法 但是有一部分不见于印度的禅法 不见于印度的是 纠摩罗斯可能针定的禅法中 如十方佛的观法 法华三昧的观法 官无量寿佛的观法 法生观的观法 那彼者认为是反映纠摩罗斯 从中亚的禅法背景 所以从印度 北印度传来的小生的禅法 经过了中亚 新疆 南北路 然后传到长安 中间有经过变迁 就是他不是一步到位的 尤其在中亚 我们在读华言的禅的时候 很多东西是跟中亚所结集成的 中亚一代结集成的 所以那些华言的禅官 很多都是从中亚来的 而并非是从印度本身来的 当然是不一样了 但中间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讲说 般若禅官应该没有 般若禅官当然他有念佛观 可能他的观念跟后来的华言禅 跟我们后来讲的那种法生的那种观念 可能有稍微的不一样 但是因为文献缺乏 我们也没办法去推论 了解 所以这里面就讨论的可能是罗斯 他参照大制度论 龙树的一本学说的理论 去写的这个禅官 所以周末罗斯本身的这个大神 开始集合了这个禅官 他本身是有点混杂 就是有小圣禅官 然后有小圣把它深化成大圣的禅法 那有些是中亚禅法 那有诗 有的是从中论跟这个 跟这个大制度论 龙树菩萨写的这个论典中 发扬光大的 然后加入他的禅官 它是一个混 一个混杂的东西 所以它并不是定一一的 罗斯传统的禅法是什么呢 罗斯的菩萨的禅法 又是怎么样呢 就是他提到两个问题 在申瑞写的《关宗出禅经序》里面 列迹的禅师 就刚刚讲这七个人 OK 这点我们不要去讲 这个东西 这个叫 罗斯为中亚的修之人 骑师陈巨梁高僧传 梁高僧传里面有叙述 他开始是从继兵的小圣禅师 潘多达多 后来又跟沙车王子 沙车的大神师 虚耶地摩苏摩 这是后来传达的中观 跟这个三论的 伯尔学的这个师傅 那求之所受的戒呢 知佛徒蛇迷及 他受有不同的戒 这个我不要不熟 所以我们把它略过去 印度的禅法的传承 最初依靠佛什年代的是佛纳师徒 这也讲他的受的戒法 所以佛纳 接受佛什年代是佛陀思纳 就是没有 他只是讲说印度最后的那个禅法 最有名的就是我们讲说 佛陀思纳就是所谓的佛大仙 也就是后来 诀嫌在佛大仙那边传到的 这个小乘的禅法 那个时候在祭兵非常有名 是当时北印度最有名的这个禅师 但是很显然 佛陀思纳在罗斯离开求知之后 他才来到了新疆南疆的禅田 所以罗斯并没有接受他的禅经 而被后面的这个诀嫌接受到了 其传的禅法 所以他所以讲说罗斯的禅法 部分并非来自于师臣 乃之这个深瑞所言的众经 就是在后来他告诉他的弟子 然后集成了这本这个超传众经禅药里面 收集来的 这与天主禅师的佛陀巴陀罗 在庐山印出来的禅经 后来这个佛陀巴陀罗就是学贤 不是离开了长安僧团 来到庐山吗 他所传出这个禅经 情况是不同的 慧远就接受了这一块 他在庐山出修行方便禅经序里面 有提到过 叙述了他这个佛陀巴陀罗从印度的禅法 是从阿难一系之后的传承 你看有多远 就是这个东西 你要回到印度佛教史那一段 我们不去讲 那个东西就很 有一段是阿难的 后来跑到北部 那个山就是因为印度的那个部派的分裂 那有一部阿难的渔部就跑到了 应该讲喜马拉雅山 就是他的一个禅法 那最后一个传承者就是佛陀斯那 我们这边翻译说佛大仙 正好是佛陀巴陀罗老师 有这样一个历史的一个传承 那所谓的菩萨禅法的定义 《夺色禅经》内容而言 是行菩萨道者的禅法 虽然这个菩萨所行的禅法的内容 在罗斯之前已经出现 比如说像这个祖法户的道地经 什么之类的 但是中国禅法上第一个出现的菩萨禅法 的专有名词 其实传承是禅法的禅书 开始于旧摩罗斯 从深锐的序言里面 可以完整看到菩萨禅法 包含三部分 一个是坐禅三昧经中的菩萨禅法 就是后半段菩萨禅法出门 第二是十二因缘观经 这个也是旧摩罗斯 第三个是禅法要解 他经过坐禅三昧经 经过他的这个解释 这个我们略过去 菩萨禅法 重要有一个所谓十方佛 其根源并非出于罗词 又为印度禅法所无 所以他推论是 这个作者推论是在中亚 所接受的禅法有关 因为印度人 你看农术的这个 他们本身对这种 因为像中亚那一代 就比较 就像中国道家 比较对一些 神道的这种思想 对那种罗汉 你像在早期的佛 几乎没有 在阿含经里面的佛 几乎都是讲是罗汉 到后来大圣出来这么多的佛 尤其这种修行 你看到经过中亚 应该对就是四十方佛 什么到处都是佛 然后你看传到长安 从后勤开始 他就建立一些残酷 所以我们今天要去 一些艺术史上的修 去观敦煌的石库 麦基山的石库里面 很多麦基山 就是从后勤开始建立的石库 那很多是禅修的石库 就是在那边禅修 是观佛像的 里面有法华佛像 有涅槃的佛像 法华的就是二尊佛 就是释迦摩尼跟那个叫什么 那个未来 就是之前的那个 多宝佛塔那个东西 二身佛 然后涅槃的佛像 都是在那个 所以在各位如果到那个甘肃 那个应该在南州的附近 敦煌是比较远 敦煌是在西北更远 去看它的话 那个时候有很多 在研究中国的禅观的理论开始 是从那边起来的 我们讲说 真的中国来讲 北方是重视禅修的 南方是重视异理的 所以我们看南方的人 谈波尔 谈得非常的通透 但是北方人很重视禅修 三论中传到中国 三论中到中国来讲 其实也是一样 三论中的南方的系统 几乎就在讲三论 波尔经 那北方会把大致论加进来 所谓四论中 你看我们所谓进度中 有一个谈软祖师 谈软祖师 那谈软它本身也是学三论的 它也是所谓三论的北方系统 但是它最后 它也是搞一个念佛观 所以这东西 它中间是有继承的 那中间的这个法脉 很多都已经丧失了 所以很多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 刚刚讲说 你从很多在读 意识史的思想的时候 这个北方那个绝峰学院 很喜欢搞这种 有些请一些人来讲 那个照那个 照那个石库的 那个敦煌的壁画 或者那种 秉宁寺啊 对不对 还秉宁寺啊 也是在南州那个附近 他都会带团去看 各位如果有兴趣 其实那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看点 他不是在看艺术史 他本身他是一种 就是当初人 那个石库里面 那种佛像呢 他是修行用的 修行用的 他并不是在搞艺术的 修行用的 所以这中间很多议题可以去探讨 那只是我们把它抛装引誉出来 北方的禅法跟南方的 意理的系统是不同的 南方人比较玄学化 所以比较不太一样 这我们划开的话题 对你说后来那个像那个北魏 北魏孝文帝 对不对 他迁都到洛阳 洛阳开始只有十几座庙 后来等到那个北魏离开 就是离开了洛阳之后 他变成好几百座庙 几乎每一年都就做 建三十几座庙 那个庙 那个室里面 那个室里面的佛像 就是这样子建立起来 你看那个 有一本那个 有一本那个 那个叫什么 我脑筋的 算了算了忘掉了 回去就会想到 想到再讲 我们那个不重要 十二因缘观经也是罗斯出的 依据这个慈子经之后 其五卷十二因缘观经 是名菩萨摩赫萨 法观十二因缘的内容 来真补前面 座禅三昧经的不足 所以其实最重要 你要还是缘起 你要对缘起法十二因缘观 十二因缘观的 怎么样东西 都是它是一个 离不开的一个话题 那参法要解内容 主要是叙述四禅定 四无量心四空定 如何依四禅而起菩萨的五种神通 这个天眼通天耳通 他心通 座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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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座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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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可以知道 罗斯显然是用了大智督论 这个字写错 显然是用大智督论的内容 来增补座禅三位心的四禅四空定 四无量心及五神通 而形成了菩萨禅法的不足 他的理论可能是根据这个出来 所谓菩萨禅法带有浓厚 然后菩萨罗斯的个人色彩 与印度的禅法没有太大的关系 然后罗斯的禅字的结合 第一章里面说菩萨的字 印度的禅法定禅法由禅数变成禅字 我们刚刚在PowerPoint也有提出 就是小圣禅法它禅数 苏尔数就是四念处十二因缘 它是有一个步骤的 那转成禅字 字就是禅会 就是定会共修 是中国大圣禅法的契机 在道安的手上 他已经提出了禅字的概念 做初步的开创 那实际 刚刚忘了 记起来 杨玄之的那个洛阳前南记里面 叙述他那个 当初洛阳盖了很多的那个庙 永宁寺从长安之外 几十里外就可以看到永宁寺 你看那个几十丈高 非常的可观 但是后来都毁掉战国 OK 那实际奠定的中国大圣禅法的基础 则是官和的旧莫洛斯师徒 师之 智慧能灭 必尽无余正是般若无身的精益所在 以及面对烦恼而言 禅定但能够只遮不断 就是你遮住烦恼 但你不能断烦恼 必须加入般若之会 般若的智慧 得法自虚无身 自虚无身方能灭烦恼 自必尽无余 所以无身 自虚无身 这不是一句话 中间它是含了一个修行的法 修行的一个关键 你看它全明在于旺照 旺照就是没有心的彼此的对待的关系 旺照然后无明非明 没有什么明跟非明 没有无明跟非明 无明跟非明 而乃细乎习 你的这个妄念才会死掉 所以禅定它照用的究竟 必须妄却能造跟所造 妄却能造所造 既无所谓的明与非明 无明跟非明 无明非明 你可以讲的波人心经一样 才算是妄念的究竟的止息 所以今云无禅不治 无治不禅 禅就是治 治就是禅 但有禅定不假智慧 不假智慧则不能明照 但有智慧不假禅定就不能成就 罗斯的禅法 此时将禅定与智慧 做本质上的融合 而禅字的名称也正式的确立了 罗斯复若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从他在注解《伟魔经》的场合里面 详细说明了小圣禅法的缺点 小圣禅法缺点什么呢 一个小圣禅法要按照步骤 坐之才能入定 不能行住坐卧 皆如常定 而大圣禅法是七住以上其心常定 就是七弟 七弟以上常定 其心常住 他已经叫无生人了 动静不易 大制度论四禅波罗蜜 以言菩萨常入禅定 故身造位小圣人心有限爱 又不能常定 凡有所观察 再定则见 出定就不见了 法神大事 但是法神大事不一样 就是大圣禅呢 法神大事念记随应 不入禅定 然后就可以了 这个文中说念记随应 就是大圣禅的神通 不是小圣禅 需要入定之后才有神通变化 第三个是小圣禅所定的神通是有限的 像深造著《伟摩节经》的地质品里面说 小圣禅入灭尽定 行由枯木 无运用之能 大士 就是菩萨入十项定 所以他们把小圣跟大圣的分法 就是大圣就菩萨十项定 心智永灭而行冲八极 顺机而坐应会无方 所以菩萨的禅观 他主要就是这个十项定 但是十项定的定法 对不起现在已经失传了 十项定要怎么 其实我能从荣述的这个中论 或者是这个 我不晓得这个兆论 是不是可以去把它 我认为就是把一般我们的认知的 这个观念改变过来 的分别心改变过来 他的禅定 是从这个地方去理论基础 此所谓小圣禅在正入第八解说中的 最后一种灭尽定的时候 他形如枯稿 他也没有念想 不能如大圣屠杀的十项定 能够行中八极 无感而不应 其实我们这东西去回向 这个极而能造造而能齐 这个东西禅宗很多地方 都在这个地方去发挥 所以禅宗本身 他也有般若禅的一部分 所谓入十项定 知一切法必尽空相 禅定也没有相 你不能过固定的形象 故不能着禅定之乐 你不能着禅定之乐 若越禅定智慧是法神无造 为禅者心若单着于禅志之乐 假如说你对禅志之乐 起了心有动念 起了快乐这种感觉 禅定之乐的时候 但是小圣的禅定 这是大圣禅定 小圣禅定的时候 不能够如大圣禅定法神 得到片印的神通大用 好 再第四个是讲罗时的十项禅法 由以上的罗时首度回答会员的信中 为得定之后应修十项慧 可以看出罗时大圣禅法核心 就是所谓的十项念 十项可能是有练佛 也可能是十项般若观照 菩萨之诸法十项故 入禅中心安稳 不着位 若得诸法十项观五盖 这无所有 你的贪嗔痴慢疑 这些都是假的 不存在的 他无所有 事实辨之五盖 十项即是禅的十项 就是你不分别的他 你那个就没有所谓贪嗔痴了 所以就是物无不当物无不适 各位注意看那般若无之论 他在他的就是 你到达那个境界的话 你所有碰到的东西都对的 你不能去分别说我今天做错个事情 你那是外边的 那是你一般人的凡人的想法 那在我们凡人看他胜者做的是错误的事情 再来讲他就都可以顺 他心他不会起波刀 不会起那个分别 所以他变成所有的东西都是禅令 都是对的 都是字 所以征兆更采用了十项定的这个专有名词 就是在《注尾摩街经》里面 若实具体的将十项引入了禅法的著作 是禅法要解 菩萨出这个禅法的出门 是菩萨不静观 在叙述了传统不静观的内容之后 若实在此观后面加入了大臣的这个 大慈大悲的这个内涵 就原来不静观是燕尼燕尼燕尼 对不对 但是他把大慈大悲这种观念加起来 就是小乘观法 你也可以用大乘观法去观他 所以整合在一起的 最后并将不静观提高到到实相的境界 诸法实相中无不静 以无弊以无出 观诸法等不可坏不可动 是名诸法实相 其境界同于农述大制度论 四禅波罗蜜所言 五盖十相即是禅十相 所以你五盖 就是我们为什么到后来的大慎 就是说贪嗔痴就是佛性 就是一样的东西 就是法性 法性跟佛性跟你的贪嗔痴 就是同样的 它就是空的东西 你只要用空性去观照它的时候 它本身是同样的东西 诸法实相者 当之诸法是因缘甚不长不断 以不有无 也没有有无 心事触灭 以说以静 言说以静 不能言以道断 所以他不用言说静 是名甚深的清静观禅 要诸淫路痴法就是实相 所以你观淫路痴 它就是诸法实相 就是空 若诸中诸法实相 调指在诸法必尽空 不断不长 不有不无 这个它的中观的八部 不来不出不去 得此观一切法 如静中的幻象 如观淫路痴法 也是不来不去 不有不无的实相 这个在中论里面 中观的第一章里面 就有提到 二臣法以三十四心成道 大乘法唯以一念 则豁然大悟见一切志 时间来不及 所以我要赶快过去了 小乘说三四心是八忍 八至九无爱 九解脱圆满 但大乘是一念心 俱读一切志 诸法实相 好我们来看这重点 那是深造对于 罗斯这个禅法的实践 第一个他讲 他从分成这几篇 物不先论 实现了这个动静常定的这个禅法 罗斯在十项禅法中提到了十项常定 重静不易的大圣禅法 有别于小乘宴座 就是安稳地坐 坐在那个地方 才能够入定的这个禅法 令菩萨得以离宴座而广行六度 能与行住坐卧之间接在定境 又与菩萨念念皆处定境 故应念既得神通 不须别人要入定才能够得到 且神通不是小乘之限制 定了才进去 不定就又回来 能够行从八级 应勿无方广化度化之术 广行度化之势 但是罗斯对于十项禅法 只提及大纲 没有实践的戏目 可共产者一群 这方面有一代他高足 深造将他补足 所以深造做的物不谦论 实践了十项禅法中 动静常定的这个禅官 而深造涅槃论位提第三 就是他九则十眼的第三 位提第三 实践了十项禅法的行动八级 应勿无方的禅官 禅官是个理论 你修行的是个步骤 那是属于技术 那你禅官是一种 你的系统一个理论 你要用到禅官 你会影响你的整个修行的步骤 深造的伟摩节经柱 能确定其写生年代为同史十年 而始终 此柱中出现了深造物不谦早期的论点 那物不谦论详述了 为如何将动静 万动可以 即万动而静的道理 它也分成三个步骤 做出一观 然后赐三昧正观 终以限量境界 这跟我们刚才在PowerPoint里面所提到的 如法性真迹是一样的 就是分成三个寸次 第一段是由 求向无于向 于向未尝无 就是我们从以前的东西 以前不是没有 那到玄南掩益而常境 日月立天而不周 这个求向无于向 则向无于今 以明悟不来 然后观现在没有到过去 知道悟不去 有求则明知之作义 所以开始 但你还是有作义观察 还是有作义观 你观动静 你还是有作义观 那夏文提到了 既无往返之威震 有何无而可动乎 则为由作义而进入了 三昧的正观 也不用再起分别 直念故 那到文莫德 学能掩域而常境 都是最后结果了 江河静 若不留 野马嫖鼓不动 日月立天不周 四句就为限量境界 信念限量就是一个真实的境界 就是诸法实相的境界 那第二段观文则有 若今至谷 古因有今 然后到四项 风池 玄机 殿卷 得以微好 虽数而不转 这是在物不千论的后段 那第三段的观文由 因不拒果 这是最后的 因不拒果 果不拒因 因因而果 因不来惊 然后至乾坤岛覆 无畏不敬 这个洪流岛天 无畏启动 就是在最后的物千论里面 就是他从开始有座义 然后三昧正观到最后限观 限量分成三部分 那物不千论在后生应用的第一个案例 就是有他这里面有北魏 北魏永平 隆东 南北石库寺里的禅身 身兵 运用这种不千观 所展现的如来 功留万事而长存 这也是物不千论里面的 以观石库中的主尊过去欺佛 所以你看他这个北方的这个禅法 他就是要在石库里面修行禅法 他的念佛观不是只是在你平空的 他本身有在石库里面 是要有那个照相的 为什么照相在北方兴起 隆门石库后来才起的 最早就是丙寗寺的跟那个什么 就是在从后秦开始 后秦 西秦 然后到北魏 然后这样子随堂这样下来 他那个现在还可以看得到 物不千论所应用的第二个例子是 赶山大师刚刚我们提过的 他开悟不是在讲那个东西吗 凡自出家 白手而归这段 这我们刚刚已经讲过 所以我们读过去 所以赶山大师终结 因为科物不千论 独自凡自出家 得物不千之子 境界现前 见风吹落叶 玄南炎炎 都刚刚讲过 那涅槃论的位体第三 完成了色心二法的神通大用 看还有意思 我们把它快快快连过去 十相的神通则建于 身照著的伟谋间地质品里面 大师入十相定 永至永灭而行从八极 随应顺机而坐 应会无方 永至永灭 心至永灭 一 赵公义是为般若无知论中的 般若无知而无所不知 行中八极 赵公义就是在涅槃论中的 刚刚讲的第三 法生无相 应无而行 涅槃谓体 卫体第三 法生无相 应无而行 般若无知 对人而造 不以去来 去来不以相 故无气而不行 动静不以心 故无感而不应 这是他的一个参观 一个重点 若正如十相定中的话 设法之中的法生 其无相 故能应万物为行 没有固定的形象 其顿线其身在于万种各种的场合里面 其心神不会劳损 不会耗损 心法之般若 以其无知 故能对人造诸 对名而造用 他的造用才会产生 在个别的回答 在千难的不同的境界中 他失利不曾有丝毫的扫动 深造这种描述 以心法二种神通的十相残法 为北魏刚讲说谭软大师 在往生论柱中的观察门的修行方法中 他是即是三论中的主持 北方的主持也是 这个地鲁中的主持 中修行论官法 观察门依士卿原作 所以这个往生论原来是士卿复杂写的 中间很多的记者 然后他中间区分气势间的庄严 再观察众生事件的庄严 最后观义法 最后变成 规矩于义法义 作为整个观察的总结 义法义就是真实智慧 无为法身 将智慧与法身结合成义法义 用来总结国土的十七种庄严 如来的八种庄严及菩萨的四种庄严 步不间论解决了小乘 小乘只有坐才能入定 但是坐才能得到神通的限制 而法身及般若的神通大用 则解决了小乘神通的有限的困难 罗史法师自沙门自远而自的五千余生 这里面讲他的残观 在长安修行的时候 其佛塔与永贵礼利 般若台与中宫 这个再谈开 沙门坐禅者很有千人 常常坐禅者有千多个人 OK 这个是大概这篇文章 所以他里面结论就是在东晋道安法师 牛秀摩罗斯法师的努力之下 中国的般若之岛在小乘禅法 基础上开展了一系列的大圣禅法 大概是这样子 这个是波仁的禅法 跟后来中国的禅法又很大的出入 所以中间我们讲说他有念佛观 他就认为这样简单 我觉得念佛观的本身 因为有涉及到华言禅的中亚这部分 所以我也不主张说这两个是同样的东西 可能是后面有这个真心 或者如来造的思想加进来 但是总而言之 这个东西可以 我们可以站在另外一个角度 参观的角度去看深造的这本 这个造论 或可 可以提供给各位我们不同的理解 但是这个不是定论 没有说我讲的是对的 OK 大家请合掌 我愿意此功德 一起练了 庄言佛净土 上报四从恩 下去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激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身极乐国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